第621章城州泛海 天空湛蓝 明镜剔透 不染一丝杂质 海风袭袭 传来阵阵清爽气息 旷远悠扬 这片海域的水直澄澈 阳光温许 浪花朵朵 一望无际 浩瀚而旷远 宛如仙境似的 一艘小船飘逸在海面上 徐徐朝西方驶去 小船中 不时响起老哈独有的黑黑笑声 他在清点在妖圣秘境中的收获 嘴巴都笑得裂开 收获太大了 有密密麻麻的罕见灵药 矿材 也有从别人尸体上搜刮到的各色宝物 琳琅满目 宝光流转 这让老哈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 最让他欣喜的是 他还在山巅古殿宇中的感悟中 寻觅到了属于他们三族金蝉一脉的天赋传承 以往的他 战力一直不起眼 总是被追杀得很狼狈 若非皮操肉后 生命力顽强 不知被杀死多少次了 而金则不同 他已开始参悟属于自己一脉的天赋传承功法 战斗力变强也是指日可待 贪扬的 这也太不公平了 不过 当老哈看到一侧也在清点战利品的灵巡时 顿时就愣住 眼睛发直 内心的得意消失 变得嫉妒眼红 旧剑林寻身前地上 有堆成小山的西汉灵药 奇珍和灵财 也有堆成小山的各色宝物 刀枪剑几一类的根本就屡剑不鲜 最稀罕的是 还有诸多古宝 除此之外 尚有十多种倒策功法 瓶瓶罐罐的灵丹妙药 一塌一塌的稀缺高品香灵精 太多了 放眼望去 宝光归立 盈盈灿灿 兵分夺目 将船舱都照亮 让人眼花缭乱 别说是老哈了 就是其他修者见到 只怕也会眼红到发狂不可 这些 自然是灵巡的战利品 一部分是他自己采捷搜寻得到 但更多的则是从敌人身上获得 正所谓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肥 也怪不得在妖圣秘境中 各族强者都喜欢杀人夺宝了 这种暴力获取机缘的方式 简直就是积累财富 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薄乌 老哈很没形象地扑了过来 一副要分一杯羹的模样 死开 林寻一巴掌打在他后脑勺 而后又是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本王一路为你安前马后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小子难道还想独吞所有收获 老哈神色很幽怨 林寻一把收起所有战利品 道你现在又不缺宝物 给你也是浪费 老哈气得咬牙 没想到啊 你竟把吃毒石说得如此正气凛然 简直太不要脸了 本王都没见过比你还无耻心黑的 林寻翻了个白眼 不再理会他祭出了无字宝塔 其实 此次进入妖圣秘境中最大的收获 都藏在这无字宝塔第一层中 因为这其中藏着的 乃是从一众圣子及人物身上获得的战利品 像血狮族圣女琳琅 龙金族圣子羽消声 像碧灵族圣子和公羊羽 更是被彻底击杀 他们留下的宝物 自然非寻常可比 同样 牛吞天 孔秀 玄罗子他们当初也被林寻击败 最终神魂虽逃走 但身躯和身上的宝物 都遗留在当场 这些 毫无例外地就全都成了林寻一个人的战利品 此时的林寻 就在整理这些价值要更胜一筹的战利品 在这个过程中 让他也有些触目惊心之感 倒稀凉气不已 无他 宝物种类太多了 且皆是精品 连想找一个普通货色都很难 尤其是 其中还有宇消声留下的一柄龙骨大脊 必灵族圣子留下的一把青灿灿的玉尺 这两件 明显是他们各自族群中的秘宝祖器 龙骨大脊鸣封天战脊 青色欲齿鸣崩乱之耻 即便是被镇压在无字宝塔中 这两件秘宝游字在挣扎 灵性无法被降服 显得神意之极 林寻根本不怀疑 一旦将他们拿出来 紧凭自己的力量 根本就无法压制住他们 反而会让他们逃顿而去 也幸好无字宝塔颇为神庙 将他们全都捆服 不过短时间内 只怕是根本无法被灵巡动用 除非他拥有彻底练化这两件秘宝的能耐 不过很显然 现在的灵巡还远远不行 除此 这些圣子及人物身上 最多的就是各种修炼所需的灵丹和功法了 像血师族的盘武真经 龙经族的大自在吞吐术 大力牛魔族的明真雷钢锤提宝树 云吼族的六甲蜂魔精等等等等 每一部功法 皆各具神庙 属于各族的秘传 内运大道庙地 价值无量 若泄露出去 绝对会引发大乱 令无数修者争夺厮杀 而今 这些秘传典籍 皆成了灵巡囊中之物 也不怪闺序外的大人物门气的发狂 恨不得杀死灵巡 换作谁 只怕都无法容忍自己族群的秘传 功法被他人的去 可惜 这些典籍虽神妙无比 却只能借鉴和揣摩 能够适合自己修炼的 却是少之又少 灵巡暗自感慨 功法虽多 可若是和自己大道相冲实 也注定不可能为自己掌控 当然 这并非是说这些秘传价值不大 而是是不适合的问题罢了 哪怕就是不合适 也可以揣摩和借鉴其中奥妙 来补全和完善自身的道徒 终于找到了 为多久 灵巡眼睛一亮 振奋不已 一朵唇般如玉 剔透若虚幻般的灵花 映现视野中 花开九片 每一片皆阴云道运 流淌圣洁光泽 弥漫出一缕缕道之清香 炼到海魂花 当初 就是为了寻觅得到此花 帮助灵鹫化解身上的摩羯散 灵巡才答应赵景轩 前往那妖圣秘境中一探究镜 只不过进入妖圣秘境之后 发生了太多曲折跌宕的事情 让得灵巡即便一路探寻 也一无所获 也幸好 他此次获取的战利品极多 仔细一寻觅 果然被他找到了这种罕见的奇花 有了此物 灵鹫就可以恢复以往修为 灵巡想起了远在紫耀帝国的灵鹫 也想起了喜新风上的夏至 灵中 小柯他们 从前往妖圣秘境 直至现在 已经过去将近三个月时间 看似时间不长 却让灵巡有一种恍如格式的错觉 小子 你不觉得 其实你此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这座宝塔 这时候 老哈忽然开口 让灵巡从沉思中惊醒 就见老哈眼光火热地盯着无字宝塔 但神色却显得很装素 正是有了他 你才获得了那一篇神秘的道计 也是因为他 让那头老猿对你的态度颇为反常 不止没有加害于你 还让你观摩了那一部九卿圣体绝道经 甚至最后 还送我们安然离开 说到这 老哈神色欲发装素了 一字一顿道 故而可以断定 此塔来历之大 绝对超乎想象 灵巡点头 他也是这么想的 甚至推测 无字宝塔和那神秘无比的方寸一地 必然有着极大联系 不过 你可要当心了 此塔来历越大 你因此而牵连到的英国也就越可怖 老哈进行提醒 灵巡心中凛然 对于英国 他目前只有模糊的认知 但可以预见的是 此塔来历若真的极其超乎想象 那么有朝一日 或许真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无法预估的英国了 这让灵巡又想起了是海中的通天秘境 其来历之神秘 何尝不也跟这无字宝塔一样 四寸许久 灵巡最终洒然一笑 道 因果的诗 皆已伴随我之道图 若已未知你顾虑于此 反倒会扰乱了我的心境 你悟了 老哈诧异 悟个屁 灵巡美好气道 我在说 事情都发生了 还管他娘以后是福是祸 老哈顿时乐了 非非直笑 对对对 我被修饰 就当如此 海水蔚蓝 平静而祥和 不时有余而跃出 见起一朵朵烂花 天穷上 卵鸟偏仙 沙鸥青蹄 旷远悠悠 小船载着灵巡和老哈 一路西行 速度并不快 因为两人皆还无法断定 他们如今身在何处 直至暮色降临时 一轮红日稀坠 撒下橘红色的光霞 将那蔚蓝的海水染上一层如火的红 炼焰若晚霞 雄魂而壮阔 真漂亮 林巡立在船头 非法飘舞 月白色长山在海风中烈烈作响 他双手腹背 远眺暮色夕阳 如火海面 内心也不禁感慨造物自然之神奇 哼 没见识 上古时代有依处圣地 名幻落日汤古 有金乌神情画作大日 常言盘踞于其中 释放映照诸天的神霞 那等景象 才堪称是天地之奇观 造化之神秀 旁边 老哈一脸的鄙夷 落日汤古 那里既然是上古时代的圣地 你又何曾见过 看来你也只是听书而已 林巡拎着酒葫芦 切意畅饮了一番 视野中 已经可以看见 天穷上有星辰映现 夜幕快来临了 黄昏 正是昼夜交替之际 星酌划分之时 所产生的景象变化 也最是惊心动魄 旧晚如此刻 海水如晚霞蒸腾 夕阳遥遥斜 暮色矮矮 天穷星辰若隐若现 下是白昼僵逝 暗夜将来之时 驻足海面小船上 迎着海风远眺 四眼茫茫空旷 天地之间 宛如旧盛下一夜孤舟 那种静面而旷远的意境 让凌寻整个人都有一种 升华超脱之感 恍惚间 他自身修为 竟开始蠢蠢欲动 像是快压制不住 要破镜而上 第622章 《月夜来刻》 早在妖圣秘境时 凌寻的修为 就以真挚洞天 出境圆满地步 后来 他在那股老店语店语中 重塑自我道徒 等若是将自身修为完整的 极尽升华 变得圆润而完满 直至历经一场和四位 绝顶圣子的对决 于战斗中掌握 斗战圣法本职奥秘 让德林寻的实力 无一等弱势 又进行了一场锤炼 而今 他立在小舟之上 心境彻底放松 体悟到天地造化之大美 周身起机 顿时产生共振 得到了共鸣 于是 破镜晋级之征兆自然降临 海风袭袭 天境暮色黄昏 星灼化风 海水炼焰如火 天穷繁星隐线 雄魂而旷远 林寻截然端立 飘然直似要超突于是 乘风而去 此刻的他 心境仙尘不染 空灵踢透 远眺天穷 心声问 道在哪里 旁边的老哈一愣 看了看林寻 罕见地没有插颗打混 他沉吟道 我看这道 如眼前大海 天下万流 皆归其宗 想了想 老哈又说道 此道又如那夕阳远坠 遁形于夜 映照于晟 循环往复 晟而复始 林寻摇头 若是我 便填平此海 打碎此日 道又何存 老哈瞪大眼睛 道 好小子 你看不得本王参悟道之奥义吗 林寻顿时笑了 若是物出道之存在 何来还与日 是 那你说说 道在哪里 老哈很不服 林寻不掩 一步迈出 顿时 一股无形的气流从林寻周身冲出 直上云霄 冲碎云层 圆处海面上 哗啦啦翻滚起无数浪花 每一滴水珠 都在映照天地的瑰丽变幻 万千水滴化作浪花 此起彼伏 汹涌不已 一群又一群色彩斑斓的鱼儿 随着浪花月初 在虚空中画出一道道曼妙的轨迹 没多久 这片海域沸腾了 像从沉寂中活过来 浪花躲躲 鱼群寻异 夕阳洒下玫瑰色的红 练艳梦幻 天穷繁星闪烁 宛如一呼一息 此情此景 宛如一幅动静相宜的画卷 蕴含天地大美于其中 而铃群 则是画中人 周身气机贯充 恰似泼墨灰毫 渲染出了如丝一幅画 逾越此时海 花开彼岸天 这就是道 铃群扭过头 看向老蛤 黑眸深邃而清澈 老蛤睁睁 看着眼前的铃群 远处那如画天地 宛如都成了陪衬她的背景 内心有一种难言的震撼 这是 我的道 铃群又转过身 目光远眺 此刻 夕阳消失于天边 夜幕终于来临 天穷繁星灿灿 明亮若宝石 一轮冰月升起 流淌清晖 在海面中 撒下一片零零音波 这片海域 愈发凝密 和旷远了 老蛤睁睁许久 忍不住骂道 他娘的 你小子居然就这样 自然而然地进击了 一句话 顿时破坏了意境 大厦风景 林寻浑身一僵 唇角不易察觉地抽搐了一下 半想后 他又哑然失笑 最后 竟是忍不住仰天大笑起来 充满了快慰和豁达 响彻这片天地 确实 他进击了 一步迈出 伴随于月磁石海 花开彼岸天的如画异象 踏入洞天中境 一切 自然而然 下如月满则盈 水满则益 这就是林寻的道徒 是极境完满之后的绝编之路 无论是修行 还是进击 注定是与世不同 月光如水 青灰洒落海面 林林若盈 小舟之上 林寻随意坐在一张桌子前 一边品尝着烤的金黄油亮的云吼肉 一边饮酒 老哈则在卖力烤肉 美滋滋的很兴奋 这是玄傲族圣子玄罗子的肉身 却被他直接烤熟来吃 原本林寻是拒绝的 感觉这就像在吃人 但老哈一正言辞地教训他 说这玄傲乃是海中凶兽 更是一种无上美味 在上古时代 诸多圣人都吃得赞不绝口 林寻略一犹豫 强忍着品尝了一口 然后 他就抛弃了一切顾忌 吃得完全停不下来 原因正如老哈所言 玄傲的肉质太好吃了 鲜嫩无比 很有嚼头 根本不必配备任何佐料 就称得上是无上美味 唉唉 你少吃点 给本王也留点 见林寻下嘴太快 老哈顿时急饮了 冲上来就抢着吃 一边吃 一边赞叹 真他娘殆尽 下次咱们也把那头牛 和那头云猴也吃了吧 丢掉可太浪费了 林寻闷声不说话 自顾自大快朵疑 老哈则越说越兴奋 道 本王听说 上古圣人还曾品味真正的龙肝凤随 据传 那可是绝品佳肴 神知都会垂涎 总有一天 本王也得亲口尝尝不可 两位公子 要不要请奴家也品尝品尝 忽然 一串银铃式的笑声响起 心脆叮咚 醉人无比 宛如天籁 在这夜色大海上 就见一片光雨洒落 化作一道曼妙的倩影 踏着波浪而来 老哈一争 顿时凶狠叫道 何方妖女 竟敢贸然靠近 信不信本王诸了你 熙熙 公子嘴巴可真凶 伴随声音 那一道倩影已靠近 月光朦胧 映现出一个黄群少女来 她俏脸银白 清力绝尘 戴眉弯弯 下巴尖尖 眼眸晶莹灵动 唇角擒着一抹调皮式的笑意 宛如一个海中精灵式的 即便是凌寻 此刻也不禁有些惊艳之感 哼 本王可不止嘴巴凶 人也很凶 老哈冷哼 她很警惕 呀 相见即是有缘 何必如此凶呢 奴家都主动开口 两位公子难道忍心 念奴家离开 这黄群少女面孔精致美丽 漂亮无比 说话间 就走上了小船 一身衣裙飘舞 将她雪白美丽的躯体映衬得曼妙绰约 本王都没见过这种打蛇随棍上的女人 脸皮可真够厚的 老哈进行讽刺 黄群少女嬉嬉一笑 不以为然 很自如地坐在桌子前 到奴家名幻阿胡 见过两位公子 她有一种很特别的美 细致空灵 像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可身段却窈窕起伏 小蛮腰盈盈一卧 曼妙多姿 显得极其诱惑 尤其是浅笑时 大眼灵动 红唇银润 美艳得令人窒息 整个人 兼具了仙子的气质 魔女的身材 给人一种多变而灵动的独特风情 老哈却不领风情 眼睛一瞪 就要呵斥 却被林荀给拦住了 原来是阿胡姑娘 不知前来所为何事 林荀笑盈盈问道 讨一杯酒吃 最好也能品一品这玄傲肉 阿胡眸子灵动 笑语盈盈 洁净无瑕的瓜子脸上有一种出尘空灵的美 林荀也笑了 道 请 她感觉很有趣 在这未知的夜色海域上 却突然跑来这样一个独特而美丽的少女 这就太有趣了 阿胡也不客气 没有一般女子应有的矜持 直接以一对洁白晶莹的双手拎起酒壶 给自己满满蒸了一杯 同时 她下手撕开金黄油亮的玄傲肉 直接朝鲜红小嘴赛去 一边吃肉 一边饮酒 显得很惬意和自然 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 这让林荀愈发感觉这少女有趣了 而老哈则咬牙 一屁股坐一旁 也跟着抢着吃 似乎很不甘心美味佳肴被这少女给独享了 五 玄熬肉太好吃了 味道堪称一绝 阿胡吃得腮帮子凸起来 淫润的红唇竟是油渍 一对大耳灵动的毛子眯起来 竟是享受和惬意之色 吃货 不担心吃得胖如球啊 老哈讽刺 嘻嘻 不怕 阿胡笑得很甜 他坐在那 浑身沐浴月滑 空灵出尘 玉体曼妙 有一种率真之美 两位公子要前往何处 阿胡好生吃了一番后 伸了个懒腰 用手擦拭着银润的红唇 好奇地问道 紫耀帝国 林荀随口道 阿胡诧一道 呀 那可很遥远 且路途凶险 若无生死尽王者带路 必将九死一生 林荀瞥了他一眼 姑娘也知道紫耀帝国 阿胡点头 浅笑道 听说过 他手抚银白额头 想了想 到 七天后 云鹏集市中即将有一场盛大的敬宝大会就要拉开帷幕 传闻在此次大会上 会有一艘上古时代遗传下来的浩羽宝周会进行拍卖 若能获得此宝 说不准 便可以带两位公子安然抵达紫耀帝国 云鹏集市 敬宝大会 浩羽方舟 林荀心中一动 正当要仔细询问时 阿胡已经天然起身 笑盈盈道 多谢两位公子款待 避免给两位带来麻烦 奴家先行告辞了 他身姿窑窍 像牙般洁白的肌肤在月光下闪烁晶莹光泽 精致清丽的脸庞显得很空灵和圣洁 初画时 已飘然而去 领波海面之上 像一位仙子似的 来得突然 离开得也快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空气中 只留下一缕淡而干裂的幽香缥缈 老哈一脸的阴沉 对阿胡很有意见 道 这明显就是一个妖女 你可别被他灌了迷魂汤 信了他的鬼话 我倒是觉得 萍水相逢 又无冤无仇 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恶意 也应该不会骗咱们 林寻若有所思 老哈一拍额头 叹息道 完了 果然被那妖女迷住了 像你这种见义思迁 色迷心窍的家伙 简直丢尽了本王颜面 若让赵姑娘知道 也非跟你一刀两断不可 林寻翻了个白眼 没好气道 就你这种家伙 活该一辈子单身 谁曾想老毫不以为耻 凡以为荣 得意洋洋道 你咋知道本王一直洁身自好 不屑于谈情说爱 林寻心中泛起一抹怜悯 果然 这癞蛤蟆单身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 无药可救了 真可惜了他那张俊美邪妹的小白脸了 第623章王八经 夜色如墨 浩瀚静谧 小船徐徐航行 林寻在沉思 云鹏即逝 这是什么地方 还有那劲宝大会 又是何等势力举办的 林寻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当务之急 是必须尽快确定这片海域究竟是什么地方 否则 别说返回紫耀帝国了 甚至可能在这无垠大海中迷航 对了 那妖女临走前层严 避免给我们带来麻烦 故而先行辞别 这可有些不对劲 老蛤忽然开口 林寻一争 道 的确有些蹊跷 那妖女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该不会是再逃难吧 老蛤不无恶意地进行揣测 就在此时 原楚夜空中 陡然浮现出一道绚烂的盾光 犹如闪电般朝这边略来 耀眼无比 好像被你猜中了 林寻第一时间就察觉到 这一抹盾光杀气腾腾 显得很强势 你们可曾见过一身穿黄裙的少女 唰的一声 盾光在不远处虚空停顿 映现出一道受血身影 她眼瞳呈现绿色 续着八字弧 背脊围围图着 肤色苍白透明 看起来有些病奄奄的 但她却来势汹汹 盛气凌人 暴力虚空中 眸子如冷电般 俯瞰着小船上的林寻和老霞 冰冷发问 林寻和老霞对视了一眼 果然 麻烦来了 没见过 老霞有些恼怒 感觉这家伙太过无礼 像审讯犯人似的 姿态摆得很高 话语也很冲 放肆 受血男子脸色一沉 你们所在的船上 分明残留着那妖女的一丝气息 竟还敢睁着眼睛说瞎话 呵呵 你都看出来了 还问我们干什么 有毛病啊你 老哈欲发不待见此人了 原本她想着 若此人态度好一些 抱着习是宁人的打算 她也不介意告诉对方一些实情 可现在她改变了主意 林寻也是这么想的 故而看向那受血男子的目光 也变得愈发的冷淡起来 大胆 本座问你们话 是给你们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 如今看来 你们只怕就是那妖女的同伙了 受血男子毛子森然 竟是杀鸡 这家伙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老哈问林寻 你让他晃一晃脑袋 看能不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不就知道脑袋是否进水了 林寻认真建议道 老哈一争 旋即就经不住捧腹大笑 此祭甚妙 他们旁若无人的交谈 对受血男子进行嘲讽 让得后者脸色一下子冰冷无比 气得唇角八字胡颤抖 你们给本座等着 受血男子咬牙 说吧 他竟是愤然俯袖 转身而去 这让林寻和老哈结实一呆 如此嚣张的一个家伙 只撂下一句不痛不痒的威胁 就这样走了 他们可不知道 受血男子看似盛气凌人 极其强势 实则绝对不是一个蠢物 相反 当察觉到林寻和老哈那一副 有恃无恐的模样时 他心中已知道情况有些不对劲 意识到不妙 出于谨慎 他果断选择了离开 不敢贸然再试探 哈哈哈哈 他娘的 刚才差点被他给骗了 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耸包 老哈大笑 有些不对劲 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出话时 林寻早已消失在小船上 身影若虚幻似的 刹那间 就已追上了那受血男子 不好 受血男子脸色奏变 惊得全力讨论 道友 相见及时有缘 为何匆匆离去 林寻愈发感觉这家伙有问题了 哼 本作还有要事 岂能在耳等身上浪费时间 速速退去 莫阻挡本作去路 否则后果可不是你能承受得住的 受血男子里声呵斥 神色威严冷酷 啪 话音刚落 林寻一巴掌就抽在他脑门上 打得他发出惨叫 身影一个亮相 差点从虚空栽落 耳感 而可知道本作哪何人 小子 你完了 得罪了本作 天上陛下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了 他怒吼 还装 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林寻冷笑一声 冲上去就是一顿狠抽 受血男子惨叫连连 被打得脑门红肿 愤怒急欲发狂 那凄厉的叫声 在夜色大海上不断飘荡 喝得海水下边的鱼群都惊慌逃窜 最终 受血男子屈服了 哭爹喊娘式的求饶 公子饶命 公子饶命啊 哟 刚才不是很拽妈 怎么现在就成这样了 老哈也跑来凑热闹 对那受血男子挖苦嘲讽 全集 老哈似乎发现什么 猛的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 他妈的 这家伙原来是一只王八精 这下就好办了 待会咱们熬一锅王八汤喝 这可也是美味啊 那受血男子浑身一哆嗦 喝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那模样简直太不堪了 让林荀都直摇头 谁能想象 刚才还趾高气扬 要五扬威的家伙 居然会如此耸包 小船上 不等林荀用行逼问 那受血男子就全招了 原来他名幻乌样 是一头千年乌龟修炼成精 如今追随在清元族 圣子清云阳身边充当仆 清元族 当听到这 林荀顿时就想起了一位故人 神色有些异样 就你这点能耐 还去追杀那妖女 简直就是个笑话 老蛤不屑 小的只是探子 只负责追寻那妖女的行踪 真正动手时 自会有高人亲自出马 乌样连忙解释 林荀好奇道 那妖女究竟怎么得罪了你们圣子 乌样咬牙切齿 此女胆大包天 于前些天道走了我清元族的重宝 若不将其擒杀 我清元族颜面何存 沉默重宝 老蛤眼睛一亮 乌样顿时犹豫 吞吞吐吐 不肯说出 老蛤恼了 刚打算用刑 谁曾想那乌样见此 很没骨气地就招了 让老蛤都比一不已 原来那件重宝名叫千积番 是一件古宝 用途神妙莫测 传闻此宝内运神秘玄机 可以用来推演自我道徒 差缺不移 解决修者在修炼时的诸多困扰 避免走上歧途 好宝贝啊 老蛤顿时垂涎不已 这等古宝 的确是很独特和罕见 用途神妙 是啊 这等重宝在我清元族中 也唯有圣子才拥有资格拥有 谁曾想 却被那妖女给盗走了 乌样叹息 林寻想起了那名叫阿胡的绝美少女 事实真的如乌样所言吗 接下来 林寻又问了一些其他事情 耸包又没骨气的乌样很配合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原来 这片海域名叫南明 依旧属于烟魂海的范畴 距离龟虚族族有数万里之遥远 南明海域中分布诸多族群势力 他们或盘踞在深海中或 催居在海中岛屿上 清元族就是这些族群势力中的一个 得知这些 林寻和老蛤面面相许 心中警惕起来 他们可得罪了太多族群势力 如今尽管已逃出生天 可只要一天不离开这南明海 他们的处境就时刻会遭受到威胁 必须尽早离开 林寻打定了主意之后 又继续问寻了一些有关云彭吉士的事情 两位公子 小的知道的 都已经和盘拖出 还希望两位看在我清元族的面子上 放晓得一条生路 最后 乌样安生祈求 我族圣子如今就在附近 若让他知道 你威胁我们 老蛤问 乌样赫得连忙摆手 小的哪敢 只是两位公子都应该清楚 凭你们的力量 只怕 只怕 林寻似笑非笑 只怕无法和你们清元族对抗 是不是 乌样善善 算是默认了 放心 等见到你们圣子 我就立刻放了你 林寻沉吟扮想 这才说到 你要见我族圣子 乌样诧异 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这两家伙究竟什么来历 也太胆大了 难道不怕死 李真打算这么做 老蛤也有些诧异 此时 乌样已经被打晕 不予被听到他们的对话 没办法 你也听那家伙说了 想要参加那云鹏集市中的净宝大会 就必须有人引荐 否则的话 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林寻叹息 若无法参加 就得不到那一艘被拍卖的浩宇方舟 没有这件宝物 仅凭我们两人的力量 根本无法横渡烟魂海 老蛤皱眉 你还真相信那妖女的鬼话 林寻耸见道 不管真羽驾 总得是仪式才知道 老蛤疑惑道 可你为何要去见那清元族圣子 你该不会异想天开 要让对方给你引荐 去参加那净宝大会吧 林寻唇角泛起一抹耐人寻味的弧度 我说了不是一事 又怎能知道成与不成 一天后 清晨 那薇蓝如饱石丝的海面上 被沉溪洒下明媚的光泽 浩瀚而壮阔 呜呜呜呜呜唯 迪多久 一阵苍茫的浩角声 从即原楚的海面上响起 震荡天地四野 来了 物样精神振奋 激动不已 好大的战士 灵巡和老蛤台眼看去 就见原楚海面上 浮现出一只壮观无比的队伍 黑压压一片 第624章拜访玉祖 呜呜呜呜 号角声苍茫 响彻在海面上 一只号号荡荡的队伍从原处使来 那是一头巨大无比的清源 足有千丈长 游易在海中 就像一块漂浮着的陆地 在清源背上 驮着一座足有九重楼高的宫殿 通体宛如由白玉铸就 在晨曦下弥漫着灰红黄黄的光泽 那阵这号角声 就是从那白玉宫殿中传出 仔细看去 在那巨大的清源两侧 还涌促着两排披肩直锐的侍从 铠甲正亮 明晃晃的 他们踏浪而行 惊奇招展 有一种装素的味道 在这浩瀚无垠的蔚蓝海面上 忽然出现这样一支队伍 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九天白玉楼 难道 难道是老祖也亲自来了 乌样浑身一颤 眸子中涌现出震惊之色 老祖 林寻黑眸中闪过一抹亮泽 可是那位数年前 重返你们清源族的那位大人物 你怎么知道 乌样惊诧 林寻笑了笑 不知可否 心中却暗自感慨 还真是巧了 乌样 你不是去追寻那妖女的下落 怎的出现在这里 那两家伙又是谁 没多久 那一支浩荡的队伍靠近过来 一个惊悍的中年站在清源背上 发声询问 见过大直士 乌样连忙行礼 恭敬道 这两位公子是前来拜访圣子的 拜访圣子 大直士 眸子如电 扫了林寻和老哈一眼 皱眉道 罢了 你们先上来说话 当即 林寻收起小船 和老哈一起 踏上了那一头清源之上 然后 这支队伍继续在海中前行 并未耽搁时间 不知两位公子明慧 前来拜访我族 圣子又是为了何事 大直士出声询问 不好意思 我原本想着要拜访你家圣子 不过现在改变主意了 想要去拜见一下你家老祖 林寻拱手道 谁曾想 那大直士脸色一愣 似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就你们 也想见老祖 两位该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两个陌生的少年 却突然跑来 要见他们清源族的老祖 这也显得太荒谬了 你们 你们 怎的改变主意了 乌样也愣住 浑身哆嗦 老祖那等人物 又岂是随随便便 谁都能够见的 这两家伙也太莽撞了吧 林寻道 还请大直士前往禀报 就说有固有来访 相信只要你家老祖 放肆 不等说完 大直士就脸色一沉 我看两位是来闹事的吧 把我清源族当做什么了 就凭你们 也敢妄称是我族老祖的固有 谁给你们的胆子 他彻底恼了 他们老祖何等身份 怎可能会跟两来历不明的少年成为朋友 简直是荒唐 附近一些清源族 世卫的脸色也变得不善 你是在怀疑我们 老哈脸色一沉 哼 像你们这种疯子 老夫这些年不知见到多少了 劝你们还是赶紧离开 否则可别怪我等不客气 大直士呵斥 欲发不客气了 林寻顿时有些无奈 认真说道 不管真与嫁 我只希望道有你可以帮忙通报一声 又一次没说完 就被打断了 那大直士脸色冰冷 立声道 来人 将他们给我驱逐出去 若敢抵抗 杀了也无妨 是 附近一众侍卫早已等的不耐 文言顿时领命 杀气腾腾地 将目光看向了林寻和老哈 林寻不经皱眉 就在这时 一道沉浑声音从那九天白玉楼中传出 谁在喧哗 不知道老祖正在进修吗 这声音透着怒意 让那大直士和一众侍卫皆浑身一僵 脸色为变 圣子息怒 有两个小家伙闹事 马上就解决了 大直士连忙进行解释 有人闹事 唰的一声 就见一道轩昂身影 从宫殿中掠出 目光如电 看向了场中 此人一席仓青色滑袍 见眉心目 身姿俊拔 风采出众 一对眸子若灿然电芒 见过圣子 在场众人皆行礼 神色恭敬 显然 他就是清元族圣子清云阳 究竟是怎么回事 清云阳皱眉 眸子锁定在林寻和老哈身上 发现两人并无一丝惧色 反倒显得很镇定 这让他感觉有些不对劲 大直士连忙上前 低声解释了一番 要拜见老祖 清云阳也诧异 眸子中闪烁冷芒 在看向林寻他们时 态度已经变得有些冷 乌阳 这两人是你带回来的 你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清云阳发问 被他的目光盯着 乌阳浑身直冒冷汗 喝得脸色苍白 六神无主 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 林寻眼眸一眯 暗叫不好 这乌阳完全就是耸包一个 根本没有骨气可言 若是他将事情来龙去脉 和盘拖出 那必然会引来极大的误会 可此时林寻已经来不及去阻止 就见乌阳哭丧着脸 叫道 圣子 这根本不关小的事啊 一切都是被他们逼迫的 他一把鼻子一把泪 把如何见到林寻他们 又是如何被胁迫的事情 一一都说了 这让林寻和老哈皆无语 暗自头疼 而清云阳的脸色已是 变得阴沉无比 怒急而笑 好一对胆大包天的恶贼 胁迫我的仆纵不说 还敢跑来撒野 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 圣子息怒 就将这两名恶徒交给属下处理吧 大直是杀气腾腾 完了完了 这一下坏了 老哈一脸埋怨 早跟你说这方法不行 可你偏要试一试 这下可好了 本王也要跟着遭殃 林寻也很无语 他感觉自己已经很有礼貌了 可偏偏地 对方却根本就不听 甚至是他们为恶贼 简直没法说了 还愣着做什么 给我情下他们 大直是咆哮 顿时 附近一众侍卫皆展开行动 凶神恶煞般 朝林寻和老哈围堵而来 且慢 林寻发声 宛如一记惊雷 充斥着直抵人心的振折力量 一句话而已 振得那些侍卫脑袋翁的一声 浑身气机差点问乱 身影亮相 惊呼不已 嗯 青云阳眼眸中蹦射出寒芒 似察觉出林寻的不凡 有些惊讶 全集 他脸色就是一尘 冷笑道 原来是有所依仗 不过 就凭你们两人 就敢跑来闹事 不得不说 你们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我说了 我只是来拜访一位固友 你们只需通报一声 就可以知道真假 林寻深吸一口气 耐着性子解释 固友 青云阳彻底怒了 都到了这等时候 这家伙竟还是他们青云族老祖为固友 简直是狂妄到了极致 老祖何等身份 怎可能有这种固友 执迷不悟 死不悔改 既然如此 今日你们就别想活着离开了 青云阳谋战杀鸡 枪的一声 祭出一柄火红战刀 身影一闪 竟是亲自朝林寻击杀而来 仅仅只是通报一下 就这么难吗 林寻心中暗叹 轰 这片区域被恐怖的杀鸡覆盖 显现出青云阳可不得战斗力 这让那大直视和一众侍从皆亢奋 圣子竟亲自动手了 这一下有好戏看了 这两恶徒若是死在圣子手下 倒也是一种幸运 寻常之辈 可根本不够资格圣子亲自出手 一时之间 青云阳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许多侍卫更是流露出尊崇之色 即便是他们 可都很少见到青云阳出手 这可是难得无比的观摩机会 说时迟那时快 青云阳出击 火红如燃的战刀已掀起一片火海 朝林寻覆盖而至 通隆隆 这片虚空都燃烧起来 千疮百孔 场景可步 何必呢 林寻经不住又是暗叹一声 他屹立在那 纹丝不动 只是挥了一下袖袍 就见那漫天刀光火海 宛如被飓风扫中 瞬间被冲散崩溃 化作光雨消灭无踪 这全场强者皆瞪大眼睛 脸上的亢奋和激动也凝固在那 灰一灰衣袖而已 就破灭了圣子的强横一击 即便是青云阳 此刻心中也狠狠一阵 他神色欲发冰朗 看来 你们是有备而来啊 轰 出话时 他再度斩出一刀 就见刀光机射 绚烂无匹 宛如焰火光雨 充斥着可怕的盗运 许多人都动容 意识到青云阳施展了杀招 可林寻却有些不耐烦了 刚才他出手 无非是告诉对方 适可而止 谁曾想 对方禁欲发得寸进尺了 他不再迟疑 探手一掌拍出 但青色的掌力缭绕着圆润而剔透的盗运 心飘飘必略出 可一瞬间 却有一股轰鸣声响彻 那是虚空崩灭的声音 似乎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掌力 轰 在一众骇然的目光注视下 青云阳这一刀 简直如同指壶般不堪一击 轰然崩溃消散 而在一股掌力于是不减 以一种视如破竹的姿态 朝青云阳碾压而去 宛如笼罩八荒六合 让后者必无可避 青云阳脸色彻底变了 意识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 这让他惊怒和枉然 他可是圣子级人物 在同境界中鲜少能够碰到对手 一直被视作青云族年轻一代第一人 傲视群伦 可现在 战斗才刚刚开始而已 却让他有一种无法说出的窒息压迫感觉 浑身毛孔倒树 这怎么可能 第625章全都蒙了 掌尽骨骤 泛着青色道运光泽 拥有视如破竹 无可匹敌的威势 青云阳的神色连连变幻 施展秘法拼尽全力化解 可让他惊悚的是 那掌力明而不散 犹如不可撼动的山岳 一路横移 任凭他如何攻击都无法抵挡 他被逼得不得不退 全场哗然惊骇 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青云阳可是他们青云族堂堂圣子 却连一掌都接不下 一步 两步 三步 伴随掌力轰鸣碾压 青云阳憋得脸堂发红 疯狂对抗 可最终还是被逼得倒退不已 这让他愈发震惊 脸色其差无比 差点疯掉 一记掌力而已啊 自己竟无法化解 轰 来不及多想 那掌力看似圆润而骨骤 可却凝炼恐怖到了极致 不断碾压 看似缓慢 实则极快 眨眼时间而已 青云阳已经被逼得倒退出十多步 眼见那掌力就要覆盖压迫在身上 青云阳终究是无法忍住内心的恐惧 朝一侧必去 不敢再正面硬汗 哗啦 可也就在他躲避的同时 那掌力宛如水波似的 轻轻一颤 就消灭无影无踪 承让了 同一时间 林寻开口出声 神色淡然 显然 在这最后的一刻 他见好就收 主动收起了掌力 那种对力量收发犹新的掌控 让附近一众侍卫看的都是一阵心惊肉跳 他们就是再蠢 也意识到林寻根本就不是寻常之辈 否则 哪可能仅凭一掌 就将他们圣子逼得不得不退 太可怕了 他究竟是谁 全场极境 鸦雀无声 青云阳脸色铁青 阴晴不定 内心有着一股说不出的憋屈 他无法接受这种结果 一直旁观的老哈其实很想说 小子你还是知足吧 当初在妖圣秘境中 不知有多少圣子被林寻载掉 更何况是你 但最终 老哈还是忍住了 不想去刺激青云阳 以免这家伙彻底疯掉 那情况就有些不妙了 啪啪啪 就在这死疾一般的气氛中 一阵鼓掌声响起 就见不知何时 一个青袍少年已从那九天白玉楼中走出 一边走 一边扶掌 不乏悠悠 说不出的从容 老哈顿时眼瞳一缩 心中颤塑 从这青袍少年身上感受到一种恐怖无比的压迫气息 就宛如面对一位俯瞰苍生的亡者一样 根本不必猜测 这青袍少年必然是一位生死尽亡者 老祖 而此时 在场的大执事和一众侍卫皆惊呆了 认出来者身份 齐刷刷地公身行礼 他们心中暗呼糟糕 内心惶恐 这里的动静竟引起了老祖亲自出面 这后果可就太严重了 万一怪责下来 他们都难逃其责 见过老祖 清云洋衣脸的郁闷和铁青 上前行礼 孙儿惭愧 让老祖看笑话了 完了 完了 这一下可真的完了 老哈楠楠 生死尽亡者都被惊动 这可太严重了 此事不怪圣死 皆是属下无知 不知这两名恶徒有备而来 以至于惊动了老祖 还请老祖责罚 大执事上前 跪倒在地 一脸的惶恐 至于乌恙 早已喝得匍匐在地 浑身哆嗦 冷汗尽透衣衫 脸都皱成衣团 欲哭无泪 这一次 是他把林寻他们引来 若是怪责下来 他肯定要负主要责任 那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可奇怪的是 这一刻 青袍少年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 而是直接将目光看向林寻 目道 为何突然住手了 清云阳一睁 老祖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说反话吗 贵在地上的大执事则自诩聪明 连忙谈媚道 有老祖在 这等恶贼烟还敢行凶 是啊 老祖神威盖世 宛若天之神龙 那恶贼岂敢再造次 其他护卫连忙附和 顿时 林寻神色变得古怪 道 老哥 我若再打下去 那就真成了来闹事的 这样的话 你真的乐意 老哥 听到这个称呼 星云阳眼睛都瞪大 这家伙居然敢随意地如此称呼他们老祖 简直罪该万死 而那大执事更是气得差点疯掉 力声呵斥 大胆 竟敢亵渎我祖老祖 赐你这等恶徒 必须以死泄罪 唯独老哈 感觉有些蹊跷 眼珠子在青袍少年和林寻身上咕噜噜转个不停 混你娘的 沉默恶徒 你这狗奴才有眼无珠 却见青袍少年似乎感觉有些难堪 猛的一脚踹在那大执事身上 扑通一声 大执事就被踹飞 身躯像破沙包似的 坠入数百丈外的大海中 惨叫不已 而目睹这一幕 青云阳愣住了 那些侍卫也都愣住了 一脸的蒙逼 什么情况 老祖怎会突然对自己人动手 老祖 您这是 青云阳有些坠坠 哼 布中用的东西 待会再收拾你 青袍少年瞪了他一眼 喝得后者浑身一僵 呆滞在那 这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啊 而此时 青袍少年也不再理会他 大笑着上前 一巴掌拍在林寻肩膀上 道真是没想到 你这小子竟突然出现在这里 让我可都意外得很啊 林寻肩膀骨头差点断掉 呲牙咧嘴道 老哥 青点 青袍少年顿时哈哈哈哈大笑起来 放心 拍不死你的 走走走 快跟我来 这里可不是说话的好地方 说着他勾住林寻肩膀 不容分说就朝那远处的九天百玉楼走去 来人 安排酒宴 今日我要招待我的结拜兄弟 对了 把我珍藏的火符云烈酒也拿出来 爽朗的大笑声中 青袍少年和林寻已经消失在那宫殿中 而场中 青云阳他们全都呆滞在那 张大嘴巴 一副活见鬼的模样 就连老蛤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蒸蒸地立在那 难道 他 他真的是老祖的固有 取酒 才有人颤声开口 啪 话一出口 就挨了旁边一巴掌 蠢货 你难道没听到 老祖亲口说了 那少年 不 是那位前辈是老祖的结拜兄弟 老天 一众是为面面相许 脸色精彩到了极致 原来 那少年并没有说谎 而是真的和老祖关系不一般 扑通 却见匍匐在地上的乌样 眼睛一翻 口吐白沫 竟是被喝晕了过去 这让人啼笑皆非 可乌样却不这么认为 刚才他一想到自己刚才很没骨气地招供 才让大家都是临寻他们为恶徒 内心就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那可是老祖的结拜兄弟啊 却被自己给出卖了 一想到此事会引发的各种严重后果 原本就很耸的乌样 彻底崩溃了 直接就选择了晕厥 竟然是真的 清云阳此刻也稍稍恢复了一丝理智 脸色发僵难看 你们 刚才为何不早说 他目光看向了远处的老哈 废话 我们都说多少次了 可关键你们不信啊 老哈翻了个白眼 扭头就走 往手阔步 意气风发 只留下清云阳在那干瞪眼 这时候 老哈也终于明白了凌寻的底气何在 原来竟和清云族的老祖是结拜兄弟 这他娘的也太牛了 九天白玉楼第九层 一座灰红而静雅的殿宇中 我记得从那上古遗迹离开到现在 差不多才两年时间吧 老弟你竟从一个真武镜小修士 一跃变成了洞天镜大修士 着实让我意外 清袍少年盘西坐在主作上 一脸的惊叹 他自然就是那位清源大王 当初 林寻在第一次前往紫禁城的路上 误打误撞卷入一道虚空漩涡中 极其离奇地出现在了 位于烟魂海深处的一座上古遗迹中 也是在那里 林寻碰到了这位被困在其中 千年之久的清源大王 最后 也是凭借林寻手中的天水圣珠 才让被困的清源大王 有了脱困的机会 我也没想到 老哥你居然成了清源族老祖 林寻也不禁感慨 当初在那上古遗迹中 清源老祖亲口说过 他已两千六百余岁 但是在清源一脉中 两千岁才算是成长期而已 换而言之 和人类中的少年也没什么区别 也正因如此 当初林寻才痛快地和对方称兄道弟起来 却没想到 此次重逢 对方已经是一位老祖籍人物了 哈哈哈哈 既然如此 你又是如何断定 我就是清源族老祖之一的 清袍少年大笑 林寻笑了笑 将逼问乌恙的事情合盘拖出 然后他说道 我当时也怀疑 究竟是不是老个你 故而才会来试一试 没曾想 还真被我猜对了 这就是原法 清袍少年笑了 接下来 你一言我一语 一边饮酒 一边叙旧 气氛倒也融洽 这让林寻也暗松一口气 说实话 两年不见 他还真无法确定 对方是否还敢念旧情 不过如今看来 他已不必顾虑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 清袍少年名叫清烈 自封清源大王 星星洒脱弱而不羁 骄傲飞扬 和一般的老古董很不一样 倒是和少年人的脾气 没什么区别 或许 也正因他性情不羁 才会在第一次见面时 感念于林寻的救命之恩 才会和林寻一结晶蓝 而没有因为林寻那滴浅的修为 而有所怠慢 第626章云鹏之道 咕噜噜 剔透干裂的天蓝色酒 将倒入银白的玉纸酒杯 在杯底泛起一串串 鲜红如火的气泡 每一个气泡中 像浮现着一片云霞 摇曳天仙 勾勒出一幅瑰丽若梦幻般的画面 这就是烈酒火浮云 赤青烈珍藏的绝品陈酿 乃是采结136种奇珍 正在火侠冰破玉中炼制而成 林寻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顿时 舌尖味蕾像炸开一样 有一种极致的干裂分香 和如火般爆裂的气息碰撞纠缠 在口腔中肆虐 当流淌入咽喉 那极致的冰火气息又化作一种温润醇厚的风味 瞬息在四肢百海间扩散而开 瞬间而已 林寻击凌凌打了个哆嗦 浑身毛孔开张 口鼻中吞吐的 竟是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似人生百态 各种滋味萦绕 回味无穷 好酒 林寻惊叹 这等酒浆 竟蕴含着一股说不出的意境味道 一饮之下 宛如变观红尘百态 品味世事浮沉 妙不可言 黑黑 此酒之妙 可以用来磨砺心境 破除邪望 只需一杯 晋级之时 就不于担心出现走火入魔的风险 轻烈的一笑起来 我见你似是刚踏足动天中境 饮用此酒 对于巩固心境在何时不过了 老哥 我能不能再来一杯 旁边的老哈垂涎 笑得很谄媚 轻烈连忙把酒葫芦收起来 横道 知足吧 此酒数量有限 一杯的价值 已抵挡一颗绝品灵药 暗读上 陈列着各色美味珍修 皆是海中特产 风味独特而珍惜 别说在紫耀帝国 就是在烟魂海中 也不是一般人物能够享用的 由此可见 轻烈招待林荀他们时 的确是用心了 老哥你也要去云鹏集市 闲聊时 当得知轻烈此次的目的时 林荀不禁有些惊讶 还真是巧了 怎么 你小子也要去凑热闹 轻烈问道 当即 林荀就把自己要近拍 浩宇方舟的事情说出来 李氏说 要乘坐此周重返紫耀帝国 这是为何 轻烈诧异道 林荀无奈 只得又把自己在 妖圣秘境中的事情 简单扼要的说了一遍 谁曾想 闻听这一切 轻烈倒吸一口凉气 瞪着林荀 叫道 原来你就是那人族的少年魔神 呃 林荀一争 老哥你 也听说过 轻烈眼神怪异 一副重新认识林荀的模样 妈的 现在的南鸣海域各大势力中 有关少年魔神的都早已传风了 我又不是龙子 自然也知道 说到这 他物质有些难以置信 只是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你小子也太凶残了吧 何止是凶残 这家伙简直就是变态 正在埋头狂吃的老哈补充了一句 我也是被逼的 我也不想招惹别人 可老哥你也知道 抢夺机缘这等事情 注定避免不了厮杀 林荀有些无奈 他的确感觉自己很无辜 轻烈争 半想哑然失笑 指着林荀 道 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 我可是听说 此次进入妖圣秘境 收获最大的就是你了 接下来 轻烈忍不住又问了一些 关于妖圣秘境中发生的一些事情 除了一些极其隐私的事情 林荀导也没什么隐瞒 一一告知 这么说 龙京族的天杀婆婆 果然是被一位以踏足圣人 敬的老猿杀死的 轻烈若有所思 她内心很震惊 多少年了 烟魂海中都已经没有圣人出现 可在那妖圣秘境中 却竟有活着的圣人显现世间 这消息简直太过惊人 让轻烈也不得不重视 取久 她才自语道 或许 这一场自古至今前所未有的灾变 真的快要来临了 大道灾变 当听到这句话时 林荀眼皮也不禁一跳 想起了赵景轩所说过的一切 最多百年 真正的大事之争 或者真正的大乱之事 就将来临 而这一切 皆因为大道灾变 半想之后 轻烈叹息道 可惜 我竟段时间无法远离 否则倒是可以亲自送你重返紫耀帝国 她话锋一转 不过 我倒是可以帮忙 将那浩宇方舟给拍下来送给你 林荀刚想推辞 就听轻烈说道 你也别拒绝 此次净宝大会 有资格参加的 皆是各族的大人物 和我一样的生死 尽亡者不在少数 你如今招惹的仇敌太多 不易抛头露面 还是有我帮你最安全 林荀心中震动 一场敬宝大会而已 竟吸引了许多生死 敬亡者参与其中 这可显得很不寻常 那就有劳劳歌了 林荀神色郑重 小事一桩 轻烈洒然一笑 直至后来 两人又谈起了第一次相见时的上古遗迹 轻烈告诉林荀 那楚遗迹居然同样也位于归虚之内 虽然和妖圣秘境完全不同 但论及凶险和神秘 完全不弱于妖圣秘境 换而言之 那上古遗迹内同样存在天大的机缘 可惜 入口已经无法被寻觅到 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 让轻烈也颇为遗憾 他曾被困在那上古遗迹第一层中上千年之久 按照他推测 那遗迹中还有第二层第三层 甚至更神秘的地方 或许当真正的大道灾变来临时 归虚中的秘密 才会有重现世间的可能 这是轻烈的推测 直至九席结束 轻烈忽然将目光看向老哈 道老弟 等抵达云棚吉事时 能否让这位三族惊缠一脉的小兄弟跟我走一趟 乐意之急 不等林荀回答 老哈已经急不可耐地答应了 兴奋不已 这一场敬宝大会 能够让诸多生死敬亡者被吸引过去 必然是有诸多不可思议的宝物会进行拍卖 而对是财宝如命的老哈而言 这简直就是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 哈哈哈哈 有了小兄弟你的陪同 此次敬宝大会上 说不准还真能让我发现一些好宝贝 清元大笑 他可是很清楚三族惊缠的能耐 号称便是天地万物其真 这种独特的能力 堪称是天上地下独一家 嘿嘿 老哈得意地笑起来 目光邪腻着林荀 好像在说 瞧瞧 这位才是真正的慧眼如炬 哪像你小子 从来都是有眼不是泰山 林荀暗自咬牙 这烂蛤蟆越来越欠揍了 数个时辰后 远远地 一座岛屿从极远处的海面映现出来 极其之庞大 绵延足有上千里之地 大岛屿之上 绚烂的宝光冲销 流光一彩 极为显眼 岛屿名云鹏 云鹏即是 就位于其上 按照清烈的说法 在上古时代 云鹏即是就已存在 历史远远流长 目的是为了让各族生灵进行交流 在此进行交易 互增有无 直至现在 燕魂海各大族群之间进行贸易时 也往往会选择在云鹏即是中展开 可以说 这云鹏即是 俨然就是燕魂海深处的一个贸易中心 流通天下其真 每天不知有多少宝物和其真在其中进行交易 热闹繁荣之极 当抵达这片海域 沿途已经开始出现许多形形色色的身影 有庞大的队伍 也有三五成群的各族修者 密密麻麻 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 煞事壮观 他们的目标和清源族这一支队伍一样 都是朝云鹏即是中感去 显得好不热闹 云阳 这次抵达云鹏即是 有你负责招待我这兄弟 等我办完事情 就前来找你们 若敢怠慢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轻烈把清云阳叫了过来 进行嘱咐 清云阳脸色发僵 但还是公生答应下来 心中物字有些憋屈 一个少年 甚至比他都年少 却成了老祖的结拜兄弟 这让他很受打击 逼不下头 怎么 你很不服气 清烈脸色一沉 似看出了清云阳的心思 不敢 清云阳连忙摇头 那就有劳了 林寻笑着拱手 清云阳唇角抽出了一下 艰难地点了点头 心中郁闷到了极致 他堂堂清源族圣子 却沦为一个服侍人的角色 并且服侍的还是一个少年 这让他如何能不郁闷了 可没办法 再郁闷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谁让这家伙是他们老祖的结拜兄弟 按照辈分推算的话 对方俨然就是他爷爷辈的角色了 那么 他自己岂不就是孙子般的角色了 一想到这 清云阳郁闷之余 心中不禁一阵恶寒 浑身都不自在 放心 咱们各交各的 你只要好好配合 我也不会故意让你难堪 耳畔传来 林寻的传音 这让清云阳一争 旋即就暗松一口气 如此就在好不过了 可清烈却似有些不放心 在队伍抵达云鹏岛之后 又单独把清云阳叫到了一边进行谈话 也不知谈了什么 总之当清云阳再次面对林寻时 林寻第一时间就发现 这家伙变了 看向自己的目光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复杂 有忌惮 有疑惑 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惊意 林寻心中一动 隐约已经猜出了一些缘由 第627章扫获行动 云鹏岛 繁华如水 各种独有风格的建筑伶俐 或粗广辉红 或金碧辉煌 或古色古香 不一而足 这里乃是南明海域各大族群的贸易中心 各族盘踞其上 让得那街道上的建筑风格 也充满了各族独有的强烈风格 就好比大力牛魔族所开设的店铺 建筑风格就极其之粗犷 招牌上烙印着一尊大力牛魔的虚影 一目了然 像一座行似鸟巢 通体金灿灿的巨大宫殿 就是属于金鸾族所把控的商铺 此时正值上午 天光明媚 云鹏岛上热闹非凡 各族强者穿梭其中 熙熙攘攘 密密麻麻 圈销的声浪响彻美一处区域 这里不止游各式各样的商行 且还有许多零零散散的摊位皆是更不乏酒楼决斗 长等娱乐消遣之地 行走其中 简直宛如进入一片光怪陆离的世界 各族生灵四处可见 有龙鲸 水源 海泵 巴蛇等海中族群生灵 也有盘踞岛屿上的血诗 清准 金蓝 魔像等族群生灵 甚至 还有一些更稀奇古怪的生灵 像形似蚂蚁 却足有丈许高的青铜蚁族 生着漆黑羽翼 英手人身的铁英灵族等等等等 不过 不管是何等族群的生灵 大多数皆化作修者打扮 只有极少数族群生灵 才会以本来面目显现 还真是热闹 喧嚣的街道上 临寻双手父辈 步伐悠悠 宛如走马观花 四处浏览 大感兴起有趣 这里的族群生灵太多了 让他也大开眼界 唯一遗憾的是 一路行来 临寻至今还不曾碰到一个人族的修者 这让他隐约猜测到 在这烟魂海深处 只怕是根本就没有人族的盘踞之地 瞧一瞧看一看 海底产饮肉做出的肉包子 知多肉鲜 一个知麦十块海金石 这位公子 要不要尝一尝 我清风族特酿的天香玉露酒 这可是彩结上百种菱花之粉 由我族酒祭祀亲自炼制 价格公道 童锁无期 大拍卖 疯狂大拍卖 却魂族独传手艺编制的百宝囊 其内开垦有一亩上等林田 三座八百尺大小的藏宝池 绝对是您外出有力的必备神器 各种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让林寻恍惚之间 还以为回到了紫药帝谷的闹市中 红尘气息扑面而来 你有海金石吗 林寻止步 扭头问旁边的青云羊 青云羊唇脚一抽搐 丢出一个储物袋 到这里边有一万块海金石 足够你花了 多谢了 林寻笑着收起来 接下来 他开始了扫荡行动 尼侠族的特产八珍糖葫芦 金线蛇族争的产饮肉包子 新丰族的天香玉露酒特酿 各种稀奇古怪的珍修 美味陈酿 小吃 零食 全都被林寻毫不客气地买了一大堆 或者说 一路上但凡被林寻看到稀奇的物品 都会被他大手一挥就买下 这些皆是属于燕魂海各族中的特产 在紫耀帝国中根本就见不到 价钱谈不上多贵 但却足够的新鲜和奇特 林寻也不确定以后 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燕魂海 故而趁此机会 他打算大肆搜罗一番 当然 他更多是为夏至 小柯他们这些青油买的 公子 这是我山精族的辅助岩灵江 女孩子用了 一辈子永保青春之容貌 您就是不用 也可以给家里的妻妾情人准备一份 买 多少 先来一百平 好了 类似的场景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断上演着 这家伙 还真是不可理喻啊 清云阳一路跟随在后 当看见这一幕幕 他目光变得愈发怪异和复杂 从进入云棚集市 他就寡言少语 尤其是对待林寻的态度 更显得很反常 不再抵触 也不再郁闷和恼恨 但同时 他内心却有惊疑 枉然震害忌惮的情绪争腾 老祖所言 究竟是否是真 这家伙 真的是那少年魔神 这个疑惑就像一记惊雷 在清云阳内心深处不断激荡 汹涌 让他也根本无法平静 作为清云族圣子 他自然是第一时间就了解到了 曾发生在妖圣秘境中的事情 只是 他根本就没办法把林寻和那少年魔神 联想在一起 消息中的少年魔神 霸道而逼逆 凶残而恐怖 曾一路急杀各族群雄 横推无数英豪 杀得血流成河 所向披靡 甚至 在最终的战役中 他更是以一对四 强势镇压四位绝顶圣子 端帝是威士如神 神勇滔天 四这等人物 简直就宛如一个传奇 充满了族可以让任何同辈敬畏和忌惮的色彩 就连清云阳当初听到这消息时 也经得内心忏塑 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一切 但不管如何 清云阳记住了这少年魔神 甚至心中已经把对方当作了一个无法战胜的传奇天骄看待 可眼前这少年 自始至终一副平淡如水的样子 气质倒也不俗 可远远谈不上霸道和凶残 就像一个清秀的邻家少年一样 根本就看不出一丝传奇色彩 最让清云阳无语的是 这家伙自打进入云棚集市 就像香巴老进城了一样 东瞅瞅戏看看 见到什么都一副惊奇的表情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模样 简直丢人之急 这样一个家伙 怎么会是那凶残无匹的少年魔神 清云阳越想 内心就越疑惑 还有没有海金石了 忽然 林寻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将清云阳从纷乱的思绪中惊醒 这才多久 一万块海金石就花完了 清云阳恶然 呜 这云棚集市果然名不虚传 好东西太多了 我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手啊 林寻一脸的感慨 清云阳差点翻白眼 瞧瞧你买的那些玩意 也叫好东西 胡弄小孩子还行 最终 清云阳还是忍住吐槽的冲动 又给了林寻一万块海金石 他倒并非忌惮林寻 而是担心被侵略老祖则骂 你这家伙倒也不错 多谢了 等有机会 我会喊你一份恩情 林寻笑盈盈看了清云阳一眼 就又继续开始扫货之旅 恩情 只要你不惹麻烦 我就烧高香了 清云阳内心暗自嘀咕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林寻的确没惹什么麻烦 但却花钱如流水 仅仅不足一个时辰 林寻就陆续又找他索要了三次海金石 一点都不客气 并且这种事情还一直在持续 清云阳虽然是清云族圣子 身家雄厚 可他身上可没带多少海金石 当察觉到林寻如此恐怖的花钱速度时 他顿时有些吃不消了 这个清云阳最终还是没忍住开口了 啊 怎么了 林寻正心智勃勃地跟一位持胶族的老婆砍价 要购买一对宝珠簪子 文言 不经疑惑地回头 没什么 当面对林寻的目光时 清云阳又忍住了 他实在很难开口去阻止 他堂堂清云族圣子 难道还能去计较一些海金石 若传出去 可就太丢人了 只是 他内心真的有些肉疼啊 最让他无语的是 林寻花了这么多海金石 买的都是一些寻常货色 根本没一个能够入眼的 简直就像在浪费钱一样 这家伙 看来是把我当作肥羊看待了 清云阳很郁闷 一路上誉发沉默了 嗯 应该差不多了 没多久 林寻终于停止了扫货行动 清云阳也经不住长松一口气 仔细一算 短短不足一个时辰 林寻竟花掉了将近八万海金石 这让他也被喝了一跳 八万海金石啊 都可以去买一件真品天接宝物了 这次多谢了 林寻一脸的满足 笑咪咪开口 接下来我们去哪里 我正要跟你说 待会我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你若是不想去 倒是可以在附近等着我 清云阳飞快说道 他一路上跟一个护从一样跟在后边 实在是无聊郁闷之极 若是能甩开林寻 那自然再好不过 这主意倒也不错 林寻抚摸着下巴 陈寅道 清云阳精神一震 你答应了 林寻却摇头道 主意虽好 可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 两眼一抹黑 万一发生一些什么意外 那可就不妙了 所以 我还是跟你一起行动吧 清云阳唇角不易察觉到抽搐了一下 脸色发僵 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道 也行 也行 那好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出发吧 林寻笑道 像根本没察觉到清云阳情绪的变化 跟我来 清云阳转过身 脸色已抑制不住地浮现一抹沉重之色 内心又郁闷起来 对了 这次是什么聚会 林寻问 是各族和新子弟之间的一次聚会 能够参与其中的 没有一个寻常人物 清云阳回答得有气无力 但很快 他死想起什么 脸色变得郑重严肃无比 盯着林寻 道 带会到了聚会上 你可一定不能闹事 也绝对不能曝露自己的身份 你若不答应 哪怕老祖怪罪下来 我也不会带你去参加 第628章无形的威视 好 林寻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清云阳不再迟疑 当先领路 在路上 林寻也是了解到 原来此次的敬宝大会上 许多族群势力的大人物在前来的同时 也有许多类似清云阳这种年轻一代佼佼者跟随而来 这些年轻人中 不乏圣子级的顶尖人物 一个个身份不简单 清云阳就是收到了一份邀请 要前来参加这一场属于各族年轻一辈之间的聚会 一刻钟后 最封楼 这里已经被包下来 楼外有着精锐强者把守 若无情帖 事段无法进入其中的 你可一定不要给我惹事 当抵达这里 清云阳又一次叮嘱 似游自对林寻不放心 这也正常 若林寻真的是那少年魔神 一旦惹事的话 那后果简直严重无比 这可是各族年轻一代的聚会 万一发生什么冲突 谁能担当得起 而在清云阳看来 林寻就是这种危险而凶残的人物 唯恐他一言不合就大杀四方 所以才会再三进行叮咛 林寻有些好笑 他哪会是那种喜欢找事的人 甚至为了不引人瞩目 从踏上云鹏倒之前 他就经过一番乔装打扮 连气质都变得愈发平淡和寻常 为的就是不引人瞩目 没办法 万一他的身份被试破 那后果就严重了 所以也根本不必清云阳提醒 林寻也不会主动闹事了 尽管如此想着 林寻还是郑重答应清云阳 原来是清云族圣子 请 经过守卫的检查 林寻和清云阳很顺利地进入了最仙楼 最仙楼最高层 是一座极其辉弘宽敞的殿宇 足可以容纳数百人 金碧辉煌 从这里 甚至可以俯瞰半个云鹏倒 当林寻他们抵达时 这座大殿中早已坐满了修者 皆是各族年轻一代的翘楚人物 蓝的俊美 女的漂亮 衣着打扮虽个有不同 但一个个气息皆强劲无比 几乎清一色都是洞天境存在 这让林寻也不禁暗自感慨 在紫药帝国中 像摇拓海这样的洞天境大修士 都能为正义方行省 受无数修者崇拜 可在这烟魂海深处 洞天境强者却四处可见 且皆是年轻一代 找不出一个老一辈强者 光是这种阵容和数量 就远远不是紫药帝国修行界 能够比拟的 云阳公子 你怎么现在才来 府一抵达大殿门口 就有一个满头子发 神情孤俏的青年皱眉 似乎很不满青云阳姗姗来迟 出乎林寻意料的是 往日里骄傲无比的青云阳 似乎对这青年颇为忌惮 面露一抹尴尬 解释道 抱歉 我 别废话了 快点进来入座 子发青年不耐烦地打断 就再不看青云阳一眼 收回目光 青云阳脸色变了变 似有些恼怒 可最终还是忍住 带着林寻坐在了 大殿的角落位置 这时候 也只剩下这角落位置空着了 林寻将这一切看在眼底 不禁若有所思 他没有多问 这种情况下 也不适合多问 大殿中很热闹 各族年轻一代翘楚汇聚其中 密密麻麻 男俊女亮 正自饮酒交谈 书齐此次净宝大会 规格虽堪称空前和盛大 但能够参与其中的 皆是老一辈大人物 和我等关系并不大 忽然 坐在上手的一个黑袍青年朗生开口 一下子将整个大殿的目光都吸引过去 林寻敏锐察觉到 那些看向黑袍青年的目光 或多或少都带上一丝忌惮 或者敬意 显然 这黑袍青年的身份很超然 远超在座各族年轻翘楚一筹 他是洛崖 黑凤族的圣子 在南明海各族圣子及人物中 战斗力之强 完全可以击身前三十 青云阳低声传音 告知林寻此人身份 声音中带着一丝深深的忌惮 不 已知大力牛魔族的牛吞天如何 林寻问 青云阳唇角狠狠抽搐了一下 差点翻白眼 他这才想起来 身边这家伙可是一个凶残无匹的狠人 没法比 牛吞天可是位列绝顶的圣子 战斗力之强 足可以列入前三支位 青云阳耐心解释了一句 心中有些苦涩 自己这解释简直多余 在这家伙眼中 只怕都根本不在乎这些吧 这样啊 林寻证然道 这么说的话 这家伙应该和云吼族的圣子 孔秀一个级别吧 青云阳额头直冒黑线 一脸无语 孔秀战斗力之强 可谓列前十 洛阳哪能和孔秀比 不会吧 那比之必灵族圣子又如何 林寻问 青云阳差点崩溃 欲哭无泪 这家伙所提到的圣子 可都一个比一个强横 哪是洛阳能比的 最气人的是 相较而言 他青云阳连洛阳都不如 这岂不是显得他青云阳 愈发不堪了 见青云阳不说话 林寻愈发疑惑了 难道 笔血失足 圣女琳琅也不如 青云阳都快哭了 大哥你还是别问了 饶了我吧 行不行 原来也不过如此 林寻大致已判断出来了 经不住有些好笑 原本他还以为 这一场聚会中 会有多少了不得的 绝代人物参与进来 谁曾想 自己还是太高估他们了 也对 你所结交的圈子 实力自然也都和你差不多 之前我倒是误会了 林寻若有所思 可他这句大实话 就像一把刀一样 深深插入青云阳的心脏 让他修奋无比 这家伙 简直太会折磨人了 净宝大会虽和我们无关 不过此次聚会上 我却有一件大事 要和诸位相商 上手主座上 落崖神色装素 眸光碧腻 很享受被众人瞩目的感觉 不知是何等大事 竟把落大哥也惊动了 有一位青年发问 落崖缠声道 诸位想必都已听说过 那少年魔神的事情 此次我要谈的 就是和此人有关 少年魔神 这个称号宛如有一股魔力般 瞬间而已 让大殿一众男女皆都眼眸一鸣 脸色为变 戏分也是随之变得沉寂不少 显然 他们都听说过少年魔神曾做出的凶残事迹 故而才会被惊到 青云阳更是浑身一僵 手中一哆嗦 刚端起的酒杯差点丢出去 少年魔神 这次聚会要商议的 竟和旁边这家伙有关 一下子 青云阳的心脏都攥起来 他忍不住瞥了一眼铃巡 却见后者神色自若 正子津津有味地吃一块糕点 就像没事人一样 惬意地让人记恨 这家伙 可争夺淡定的 青云阳忽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 恨不得敲开铃巡的脑壳看看 他究竟在想什么 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不紧张 万一被试破了身份 那可怎么办 青云阳心乱如麻 别瞎想 你越这样 就显得越反常 很容易被人看出一些蹊跷 林寻邪逆了他一眼 传音开口 青云阳心中狠狠一阵 脸色微变 他也意识到 自己有些失态了 第629章羞辱和威胁 怎么 诸位似乎被那少年魔神吓到了 略显死急的氛围中 洛乙皱眉发声 聊聊一句话 让在座一众男女的神色 皆略显尴尬 洛乙道凶 道并非我等心怀畏惧 而是传言中 这少年魔神实在过于恐怖 简直宛如杀神般 对于这等人物 我等自然不敢有所轻视 有人开口 试图缓解一下气氛 是啊 现如今的南鸣海中 只要消息灵通之辈 皆在盛传这少年魔神的消息 连牛吞天这等绝代圣子 都曾拜在此人手中 谁还敢无视此人的凶威 何止是牛吞天 连梦连青 孔秀 玄罗子他们一起联手 都被那少年魔神 一个人镇压当场 简直凶残到了极致 在座其他人也都纷纷开口 这时候 星云阳已经稍稍冷静 可当听到众人 对凌寻的忌惮之言时 目光依旧有些怪异 他心中暗道 若让你们知道 那少年魔神就在这里 只怕非和蒙影门不可 他斜眼看灵巡 却见灵巡依旧像浑然不觉似的 正一口一口地品扎美酒 显得很惬意和自如 真是各怪物 清云阳暗自吐槽 诸位所言不错 这少年魔神的战机有目共睹 我自然也不会小觑此人 若言言辞平缓 沉生道 不过 他再厉害 也终究是一个人族少年 这难名海域 可是我们的地盘 喜容他一个人族撒野 说到最后 他声音陡然提高 正气凛然 有一股破人的威势 有人已经忍不住问到 莫非 洛衙道友召集此次聚会 就是为了商讨如何对付那少年魔神 此话一出 全场皆微微色变 不错 洛衙并未否认 据我黑凤族一位老祭司推演 已经可以确定 那少年魔神如今还没有离开这难名海域 而这正是我们对付他的最佳时机 他言辞虽激昂铿腔 但在座各族年轻强者却并没有共鸣 相反 当听到此话 几乎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居然真的是要对付那少年魔神 这 每个人都犹豫了 那可是少年魔神 杀得各族群雄溃不成军 俨然如同不可战胜般去对付他 那跟着死有什么区别 要知道当初在龟虚之外 还有一众大人物虎视眈眈 可最终还是让那少年魔神安然脱身 在这等情况下 让他们这些人去对付那少年魔神 简直就是开玩笑 洛衙道凶 此举只怕不妥吧 有人皱眉 诸位理解错了 洛衙唯唯一笑 面对众人质疑的目光 他显得很自信 我们或许不是那少年魔神的对手 但别忘了 在我们背后还有各族的大人物在 可是 我们和那少年魔神无冤无仇 为何要对付他 有人冷横 此话一出 顿时引起许多附和声 你们错了 洛衙深吸一口气 声音沉浑 据我得到的情报 在进入妖圣秘境的各大势力中 唯独这少年魔神 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在他身上 拥有着超乎想象的大造化 说到这 他眸子中泛起一抹狂热 诸位 那可是和圣道有关的大造化 并且 此子杀了那么多圣子和强者 搜刮了不知多少的战利品 若是能够抓住他 话没说完 大殿众人皆心中一震 眸子中闪烁不定 他们终于明白了洛衙的意图 原来是为了夺取那少年魔神身上的造化和宝物 所谓财博动人心 更何况是一场和圣道有关的大造化 一下子 许多强者都心动了 洛衙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神色愈发自信 道 可以说 这少年魔神就是一个活着的大造化 若能抓到他 收获之大 绝对超乎想象 顿了顿 他继续道 并且 我们此次行动 只需去探寻和搜索那少年魔神的踪迹就足够了 真正动手时 各族大人物自然会第一时间抵达 我看可行 顿时 有人忍不住赞同起来 也对 这难民海域可是我们的地盘 若让那少年魔神逃走了 那就显得我们各族势力太过无能了 其他强者也都附和 反正不是他们亲自动手 只需打探消息和踪迹而已 他们自然乐见其成 若是我把消息泄露出去 清云阳听得也是心动不已 情不自禁瞥了一眼旁边的灵巡 却见后者不知何时 一对淡然幽静的眸子正看过来 看似平和 却充满了淡漠的寒意 这让清云阳不自禁打了个寒战 那是何登冷谋的一对童 宛如一位杀神在俯瞰世间 视万物为蝼蚁 屠夫杀人 尚且有畏惧后怕之心 而一位杀神若去踩死蚂蚁 又怎会在意 顿时 清云阳熄灭了心思 浑身一阵寒冷 他这一刻终于彻底冷静 想起灵巡可不只拥有大造化 更是和自己清云族老祖士结拜兄弟 哪怕别人全都要杀死灵巡 他也绝对不能这么做 你别多想 我和他们可不一样 清云阳低声传音解释 我就怕你多想了 林寻似笑非笑 点了清云阳一句 就收回了目光 清云阳 离鬼鬼祟祟祟的不发一语 难道是对洛崖道兄的提议 有什么意见不成 往的 有人大喝 是旁边的子发青年 正冷冷地看着清云阳 林寻眉毛顿时一挑 他们之前刚抵达这里时 清云阳就被这子发青年狠狠训斥了一句 而现在这家伙明显又开始找清云阳的事了 我清云阳脸色奏变瞬间就察觉到大殿中许多目光都朝自己看来 尤其是洛崖更是眉头紧皱毛子中带着一丝冷意 这人清云阳浑身一僵 有些惊慌 只是他刚想要解释 就被那子发青年打断 怎么 连话都说不出了 就你这种人 也能成为清云族的圣子 看来你们清云族可真是衰落得不像样子 子发青年痴笑 在座其他强者也都不禁哄笑 一副看热闹的模样 眼神信念而玩味 看来 清云阳在这一群人中的地位有些不堪啊 林寻将这一切都看在眼底 哼 这时 清云阳也恼了 脸颊涨红 拍暗而起 目视着那子发青年 道 魏苍 你过分了 哼 我过分又怎样 被叫做魏苍的子发青年一脸的不屑 忘了告诉你 待会蓝天奇道兄就来了 你可千万被提前离开 蓝天奇 当听到这个名字 整个大殿的气氛明显一静 变得沉寂 在座众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惊疑和忌惮 就连坐在上手的落崖 都似乎有些动容 有些意外 这让林寻不禁好奇 在座这些年轻男女可都是各族中的翘楚人物 而这蓝天奇却能让他们如此重视和忌惮 显然 这应该是一个狠角色 他目光看向清云阳 后者此刻的脸色已是出奇的难看 死死咬着牙 也不知是愤怒还是忌惮 哈哈哈哈 瞧瞧 这家伙害怕了 清元族真的无人了吗 让你这种家伙充当圣死 为苍大笑 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 在座强者虽多 可此时此刻 却没有一个出声劝解的 相反 都一副袖手旁观看热闹的姿态 这让林寻愈发断定 清云阳在他这个圈子里 肯定很不受待见 否则 哪会被人如此明目张胆地挑衅和嘲讽 我清元族的事情 和你无关 清云阳脸色已是铁青无比 目自欲裂 可最终 他竟似是忍住 扭头朝林寻道 这里不欢迎咱们 走吧 出话时 他传音道 你可千万别管我的事 以免暴露了你的身份 那样的话 连我家老祖来了 都救不了你 林寻一征 倒是没想到 清云阳不止很能忍 甚至 还知道为自己做考虑 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胃苍脸色一沉 毛子变得冰朗 你敢现在离开 我就敢现在将你镇压 逼迫你跪在这里 等候蓝天起来了 由他处置你 这句话威胁太狠 羞辱的味道十足 清云阳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浑身僵硬 额头青睛爆战 明显已经怒急了 他堂堂清元族圣子 却被当众羞辱和威胁 这可是奇耻大辱 若传出去的话 那可丢人丢到家了 魏仓 你欺人太甚了 这一刻 清云阳眼睛都红了 像被彻底激怒的凶兽 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的味道 我就欺负你了 怎么样 别指望你清元族的老祖救你 说起来 这可是我们年轻一辈的事情 哪怕就是你家之道 也只怕放不下尊严来救你 魏仓冷笑 说不准 当你被我镇压之后 你家老祖会感觉你太窝囊 而把你这个圣子给废掉 他此话倒也不嫁 在南明海各族中 对于年轻一代之间的恩怨 那些大人物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么做 也是为了更好的魔力后代 若是清云阳 今日在众目睽睽之下惨遭镇压和羞辱 不仅仅只是丢人那么简单 更可能因此而丢掉圣子的地位 清云阳彻底僵硬在那 脸色变换不定 而林寻则在想 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 竟让这魏仓如此羞辱清云阳 杀人不过头点地 这么做可真太过分了 第630章是群雄如无物 看见清云阳一脸憋屈和愤怒的神情 场中又响起一阵哄笑 瞧瞧 魏仓一句话 就和得咱们的清云族圣子不敢走了 唉 清云族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堪了 这也是有原因的 千年前 清云族侵略老祖突然失踪 下落不明 没有了这样一位生死尽亡者坐镇 清云族的势力也是江河日下 即便如今清烈老祖已经重返回来 可清云族想要恢复往袭的强盛 短时间内根本无法办到 不管如何 清云阳终究太过不堪了 作为圣子级人物 面对羞辱和威胁 却只会忍气吞声 不敢反抗 简直也太丢脸了 大殿中响起各种声音 有嘲讽 有叹息 让得清云阳脸色欲发难看和铁青 他双拳紧钻 牙关紧咬 那种憋屈而又死死忍耐的模样 并没有博得任何同情 相反 他越是这样 越是让得那些嘲讽和抨击欲发肆无忌惮了 林荀看得都一阵皱眉 这家伙还真够能忍的 走吧 最终 林荀看不下去了 叹了口气 目光看向清云阳 大殿各族年轻巧楚街都一争 这家伙是谁 竟敢在这等时刻忽然灿河进来 许多目光都看向了林荀 带着狐疑 他们并不认得林荀 但却并不在意 和清云阳这种货色一起来的一个少年而已 哪可能是什么厉害角色了 比这小子又是谁 也敢插手清云阳的事情 我劝你乖乖给我坐下 再敢多言 我第一个先杀了你 卫苍眸子冰朗 如刀子般扫是林荀 他有些恼怒 一个清云阳身边的少年而已 却敢在这时候跳出来 这无疑是在挑衅他的威严 清云路脸色奏变 连忙传音 林荀 你别插手我的事情 若让他们看破你的身份 咱们今天可就真走不了了 林荀淡然道 想看破我的身份 也得先问问他们是否有这种能耐 出到这 他又叹了口气 提醒道 记住 一味的隐忍 只会让敌人得寸进尺 更何况 就你这种心态 若不改变 这辈子别想踏足真正的强者之列了 你若认同 就现在跟我走 否则 你就自己在这里忍气吞声 被他们嘲笑和羞辱吧 说吧 林荀再不看清云阳一眼 双手赋背 转身朝大殿外行去 自始至终 他甚至都没有正眼看过这大殿中的任何艺人 那种木空一切般的姿态 让许多强者都脸色一沉 我 星云阳脸色变换不定 内心剧烈挣扎 可还不等他做出决断 那魏仓率先忍不住了 他都已把话说得足够明白 可林荀却根本就不曾理会过他的威胁 一副视他如无物的姿态 这让魏仓一下子被惊怒 小子 你这是在找死吗 他冰冷出声 说话时 身影一闪 抬手一掌就直接朝林荀踢去 是大力辰 掌力赤声 发出宛如雷霆般的轰鸣声 轰 这一掌极其霸满和狠辣 没有一丝的客气 要直接击毙林荀 杀人立威 场中顿时亢奋起来 一众各族年轻一代男女皆流露出戏虐之色 对他们而言 林荀只是一个少年而已 跟随清云阳而来 地位和身份必然不止一晒 可偏偏地 这样一个少年却似乎比清云阳更有胆破和骨气 一副不知死活的姿态 要选择离开 这明显就是在挑衅魏仓啊 而今 魏仓果然忍不住率先发难 这下自然就有好戏看了 你敢 清云阳发出怒吼 终于不再隐忍 在魏仓出手的那一杀 他竟是抢在林荀前边 愤然出击 轰 他周身澎湃神灰 挡在林荀身前 和魏仓硬汗了一击 一股震耳欲聋的碰撞声随之扩散而开 瞪瞪瞪 清云阳被震得倒退 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气血翻腾 场中顿时轰笑一片 众人的神色愈发戏虐了 清云阳这家伙竟敢出手了 这让他们都感觉很新鲜 呵呵 你竟真的敢和我动手 魏仓皮笑容不笑 毛子却冰冷至极 杀鸡沸腾 他也没想到 在这等时刻 像个受气包式的清云阳 竟敢站出来阻止自己 这是我带来的朋友 我自己受气不要紧 可你们若想对付他 那就先过了我这一关 清云阳大吼 脖子清精凸显 神色有些猙獰 态度却极其决绝 明显是豁出去了 听到这等狠话 非但没让众人有所收敛 反倒都大笑起来 竟是不屑和不以为然 而林寻见此 也笑了 黑魔中闪过一抹欣慰 清云阳这么做才对 但 还远远不够 作为一名强者 不只要学会抵抗 更要懂得反击 哪怕实力不如对方 也要让对方明白 你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林寻豁然转身 毛子又冷淡漠 宛如深渊般令人心悸 看向了魏苍 声音平静而淡然 是说给清云阳听的 但同样的 这一番话也被大殿众人听到 他们都一脸的恶然 差点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这少年疯了吧 刚才若不是清云阳帮他拦住魏苍的一击 只怕早已死去 哪可能还有机会大放厥词 尤其是魏苍 更是怒急而笑 连连被这少年挑衅 还真当他魏苍不敢杀人 小子你今天别想活着离开了 魏苍面露森然之色 指着林寻 态度嚣张而冷酷 林寻没有理会他 依旧在对清云阳说 大道争锋 勇者为先 若无此等心境 即便今天你侥幸活下来 但以后呢 每次都隐忍和退让 迟早有一天会在大道之路上 被无情淘汰 清云阳站在那 胸口急剧起伏 漠然不语 快快杀了此人 老子不想听他叫嚣了 有人大叫 妈的 当着我们的面教训清云阳 装什么装 魏苍 你再不动手 我可动手了 大便许多强者嚷嚷起来 魏苍脸色阴沉无比 冷冷道 诸位放心 我这就将其杀掉 以其鲜血入酒 和诸位畅饮一番 轰 话音还没落下 他已悍然出击 掌力若雷霆 裹鞋万重光霞 道运之力醇厚无比 不得不说 魏苍的实力的确很不俗 且明显战斗阅历丰富之极 他这一级端帝是迅若雷霆 狠辣非凡 寻常之辈是根本无法施展出这等威势的 这让大殿许多强者眼前一亮 意识到魏苍要以雷霆万军之势 震杀凌寻以立威 清云阳见死 刚要有所行动 却见凌寻这一次却抢在他之前 一步迈出 掌指随意拍出 轻描淡写 魏苍唇脚泛起一抹冷酷森然的弧度 这家伙竟敢和他硬汗 看来真的是迫不及待要寻死啊 但 仅仅一瞬间而已 他唇脚弧度凝固 眼瞳骚然收缩 心中有一股说不出的危险感觉猛的涌出 让他浑身发寒 如坠冰枯 这 魏苍都还没明白过来 就感觉右臂一痛 发出爆裂的脆响 血肉和筋骨净是一瞬间就爆碎纷飞 啊 犀利的惨叫从他口中发出 他下意识要退避 却见一只修长白皙的手已经拍在他肩膀上 砰 简直就像一座天外神山压迫在身上 魏苍都来不及挣扎 就被镇压跪在地上 膝盖骨粉碎 浑身抽搐 脸颊都因为剧痛而扭曲 犀利的声音惨绝人寰 这一切都发生太快 一掌 就将魏苍又避废掉 镇压跪倒在地上 无力挣扎 大殿众人皆震害 浑身发僵 原本亢奋而戏虐的神色全都凝固在那 瞠目结舌 这个结果 让他们脑子都有些无法转过弯来 一掌啊 魏苍就直接跪了 谁敢相信 魏苍的实力在大殿各族年轻男女中虽谈不上最顶尖 可起码也能排进前十 谁能想象 他居然会败在一个少年手中 并且还仅仅只是一级就败了 就连那座在上手的黑凤族圣子洛崖 都不经心计 悚然动容 意识到他们都看错了 那跟随清云阳身边的少年 根本不是寻常角色 而是一位高手 即便是知晓灵巡身份的清云阳 此刻都惊呆了 他可以想象出灵巡这个少年魔神很强 却没想到会抢到如此离谱的程度 一级啊 魏苍贵了 若是传出去 非在南明海各族年轻一代中掀起一场轩然大坡不可 啪 此刻的灵巡依旧淡然如旧 似乎嫌魏苍惨叫声太刺耳 他个空一弹指 就将对方挤晕过去 而后 他才对清云阳说道 现在你看到了 这家伙也不过如此而已 纳云淡风轻的姿态 让大殿各族强者皆运慕和惊疑 这少年究竟是谁 为何从来都没见过他 唯独清云阳心绪复杂 他若拥有和灵巡一样的力量 自然也不会隐忍和畏惧 你的问题不在于实力的强弱 而在于心态有问题 灵巡看了清云阳一眼 似看破了他的心思 我明白了 清云阳点头 自始至终 灵巡一直在对清云阳进行某种指点 是大殿众人如无物 不曾理会过一次 甚至 就连被击败跪地的魏仓 在他眼中似乎仅仅只是一个例子 被拿来证明给清云阳看 这种我行我素 目空一切的姿态 让包括洛崖在内的所有人 都产生一股被无视和羞辱的感觉 第631章强者风范 大胆 你是谁 竟敢在这里撒野 是我等如无物 还真无法无天了 有人按捺不住 愤然起身 呵斥林巡 其他人脸色也都不善 目光闪烁 林巡仿似不绝 目光看着清云阳 道 若你是一名真正的强者 会理会一只苍蝇的叫嚣吗 清云阳唇角蠕动 他很想说那家伙可不是苍蝇 而是名叫赖云生 实力虽谈不上可步 但他背后的赤裂鸟族 却是南明海各大族群势力中的一方霸主 心意谁都不敢招惹 可当面对林巡那平静幽冷的目光注视 清云阳却最终一咬牙 没有多说这些 而是直言道 不会 林巡点头 这就对了 而那被林巡视座苍蝇叫嚣的赖云生 已经是气得脸皮这样子发红 肺都快炸开 他堂堂火烈鸟族的贵胄人物 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没有 而现在 众目睽睽之下 一个少年却毫不客气 视他为苍蝇这等卑微而丑陋的东西 这让赖云生哪能容忍 呵呵 真当击败了魏苍 就可以藐视一切 横行无忌了吗 赖云生声音冰冷无比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你若不跪地跟我道歉 不只是你 包括和你有关的亲友 全都得以死赎罪 声音森然无情 大殿众人皆露出一抹残忍笑意 在他们看来 赖云生有资格这么说 因为他是火烈鸟族的后裔 光是这种身份 就足可以让人幸福 这小子完了 这是所有人的想法 这位朋友 或许你实力很强 有骄傲的本钱 可在我等面前 却只不过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匹夫而已 现在 你乖乖跪地道歉 或许还能保住一命 一个妙龄少女开口 声音透着一股骄傲 不 单单是跪地道歉还不行 她打伤了胃仓 又无视我等 必须予以刻骨铭心的惩罚 才能宣泄我等心头之恨 哼 也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 实力强大又如何 真以为拥有一些力量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其他人也纷纷冷笑 林寻击败魏苍那一幕 或许让他们心计和吃惊 可在他们看来 林寻再厉害 也终究是一个没什么底蕴的少年而已 这从她能够和清云阳这等角色成为朋友 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毕竟 真正的顶尖大势力中的人物 谁会跟清云阳为友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 他们才会如此有恃无恐 充满优越感 然而 林寻的反应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她依旧很平静 看着清云阳 道 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清云阳脸上露出一抹说不出的复杂 她似乎彻底看穿了 也想明白了 深吸一口气 道 我发现自己以前很可笑 竟会和这些人私混在一起 简直瞎了我的眼睛 众人皆脸色一沉 这话根本就不掩饰 坦坦荡荡 等于直接骂他们很不堪了 清云阳 你清楚说出这句话的后果吗 赖云深大怒 威胁味道十足 其他人也都神色淡漠冷酷 要和他们撕破脸吗 可你清云阳有资格吗 简直是自己找死 一群只会依仗族群势力作威作福的小丑而已 亏我以前还是你们为同道中人 现在我明白了 在真正的强者眼中 你们就是一群苍蝇 不知天穷之高远 不知浩瀚之深邃 可笑之极 清云阳欲发平静了 脸庞上尽是坚定 声音铿锵从容 就宛如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蜕变了 起码在心境上 已经比以前多出一丝蜕变 林寻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点 清云阳说的话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话语背后的态度 这才是关键 一个强者 若无这种心境 一辈子注定也不会有什么大成就 小丑 苍蝇 当听到这些言词 竟是从一向对他们俯首贴耳的 清云阳口中说出 全场都有些错愕 难以置信 全集 他们就老羞成怒 清云阳这种货色 也敢视他们为小丑和苍蝇 这让他们感受到尊严 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挑衅和亵渎 清云阳 我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跪下 跟我们道歉 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 否则 赖云阳声音像从牙缝中挤出 伸手指着林荀 否则你就会和他一样 今天别想走了 是吗 林荀抬头 毛子幽碎若大晕 冷冷看向赖云阳 那一瞬 赖云阳浑身莫名其妙的一将 内心哆嗦 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含义 感觉自己就好像被一位端立九天之上的杀神给盯上 这 仅仅只是一道目光而已 怎会如此害人 哄 不等想明白 他只觉眼前一花 林荀已出现在眼前 快得不可思议 让他来不及反应 你也跪下吧 耳畔响起平静淡然的声音 可此时却像一道无上旨意 惊得烂云身神魂都颤速 不 他刚要大吼 就感觉一只手拍在肩膀上 而后浑身一痛 哄的一声 在一众惊骇目光注视下 林荀仅仅只是轻轻一拍而已 烂云身就像稻草一样 直接被镇压跪地 地面都被镇得一颤 表面均裂出许多缝隙 全场寂静 鸦雀无声 那可是赖云身啊 火烈鸟族的贵胄后裔 放眼整个南明海 只怕就是最顶尖的大势力中的强者来了 也轻易不敢这么做 可现在 那少年几乎是没什么废话 根本就不理会这些 直接将赖云身镇压跪地 这可是最大的侮辱 若传出去 赖云身这辈子别想抬起头了 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林荀的速度太快了 看似轻描淡写 却恐怖无皮 超乎想象 无论是之前的卫仓 还是现在的赖云身 都几乎是被林荀抬手一掌就镇压 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 这就太过可怖了 在座虽然都是年轻一代的人物 可也是各族年轻一代中的翘楚 或许跋扈骄纵了一些 但的确没有一个弱者 且比一般强者都要强大一些 这也正是他们的底气和自信所在 可他们却根本无法想象 究竟该有何等恐怖的力量 才能像那少年般 挥手之间就顶定乾坤 那种超然而出众的姿态 也只有在绝顶圣子及人物身上才拥有 可现在 却出现在一个少年身上 这让他们如何不震撼 即便是青云阳 此刻也被震撼 但旋即 他眸子终究流露出一抹狂热和向往 如果 如果我也拥有这等力量 谁还敢清待 这一刻 他愈发渴望变强了 他从灵循身上 看到了一丝真正的强者威士 意识到唯有自身变强 才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才会让敌人忌惮和恐惧 否则 若没有力量为底蕴 一切所谓的关系和圈子 都是净花水月 空中楼阁 就好比这大殿众人 之前何等趾高气扬 可现在 在临寻这位少年魔神面前 很可笑的小丑又有什么区别 力量 青云阳毛子愈发坚定了 这位朋友 你有些过分了 在这死急般的氛围中 坐在上手的落崖开口了 他瞳孔悠悠若鬼火 流转着这人的光泽 在众人眼中 落崖是一位实力族 可以跻身南明海年轻一代 前三十的顶尖强者 可对临寻而言 也不过如此而已 李不服 临寻言辞平淡 对众人而言 却显得很强势 还请四教 落崖深吸一口气 浑身涌现赤声的神灰 威士陡然变得强大之极 李不行 还有谁不服 一起上吧 凌寻黑眸幽碎 扫视全场 但凡被他目光扫中者 皆浑身一颤 面色难看而僵硬 不敢与之对视 这就是强者的威士吧 清云阳内心难难 看向凌寻的目光 都已多出一丝宠目 哼 落崖一声冷哼 已无法容忍 悍然出击 哼 他倒也并非被怒火冲头 意识到凌寻的强大 故而俯一出动 就寄出一杆灵光流逸的金枪 破空即杀而来 这座大殿轰鸣 虚空问乱 纳刺尔的笑音犹如风暴 令在座众人都不经色变 气血翻滚 根本不必怀疑 落崖动用了全部力量 显然 他将临巡视作大敌看待 不曾有所保留 落崖这一枪 绝对堪称惊艳 同境界中堪称拔尖 换作其他修者 只怕根本不敢与之硬汉 但凌寻的反应 再度出乎所有人意料 他站在那纹丝不动 挺秀的身影 若一座维俄山岳 仅仅只是探出一只修长白皙的手 就牢牢抓住了 那几杀而至的金枪 这族可以击粉山岳 破杀阴阳的一枪 力道何等恐怖 可当被灵巡抓住的那一杀 就在无法寸进 非但如此 金枪产生哀鸣 竟似有些承受不住一样 让全场脸色狂变 魂都差点喝得飞出来 这可是落崖的权力一极 就这样被随意递死死压制了 轰 灵巡手腕一抖 刹那间 就将金枪夺在手中 枪弹横扫 就听一声轰鸣 落崖整个人被砸飞出去 将十多帐外的墙壁砸出一个窟窿 阴沉弥漫 一极 落崖这位众人眼中的顶尖高手 浑身骨头都不知阵列多少根 惨败当场 一塌糊涂 而灵巡 依旧屹立原地 不曾动摇一分 唯独手中多出一干倒拎着的金枪 身影截然 黑毛幽朗 威震全场 第632章被无视的蓝天奇 落崖跌坐在地 披头散发 可血不止 他浑身抽搐剧痛 却死死忍着 相较于这种痛苦 他心中的恐惧要更强烈 落崖同样无法想到 自己会和卫苍 赖云身一样 无法抗住那少年的一击 太可怕了 一想到刚才交战时的经过 落崖就感觉想做一场不切实际的梦 眨眼尖而已 自己就已经落败 哪怕就是牛吞天 梦连青他们来了 只怕也无法让自己一招惨败吧 若也心绪汹涌 情绪失控 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 那家伙 究竟是何方神圣 大殿终于发死极了 这些各族年轻一代的翘楚人物 在这一刻终于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看着远楚那截然而立的少年 他们的神色皆变得凝重而惊疑 甚至已带上一抹深深的忌惮 魏苍败了 赖云深败了 这一刻 就连洛崖也败了 且 都在败在一级之内 这就显得太过恐怖 合着人 动天境之中 洛崖堪称是顶尖一列的存在 连他都接不下对方的一招 那么对方的战斗力又恐怖到了何等程度 还有谁不服 趁此机会 竟可以站出来 灵巡出生 眸子幽冷而平静 声音不大 却是一种绝对的自信和避逆 令在场所有人都心中一颤 不敢言语 之前的他们 骄傲自负 自视甚高 认为灵巡既然和青云阳为朋友 必然是个不值一晒的角色 故而他们一直轻蔑和鄙视灵巡 可现在 他们惶恐了 感到了恐惧和威胁 意识到他们眼中不值一晒的角色 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绝颠人物 像这种人 以踏足动天大道的巅峰 堪称旷世 是能够和绝代圣子及人物并驾齐驱的存在 哪怕他没有什么滔天势力为依仗 可也不是他们这些角色能够去挑衅的 全场极境 久久皆不敢言 清云阳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内心也是激动不已 什么叫真正的强者 这就是了 这般人物 赴云气而绝清明 扶摇九万里之上 而相悲而言 在座那些所谓的各族翘楚人物 只不过是地上楼翼而已 只能仰望和敬畏 一阵脚步声从大殿外响起 在这寂静的氛围中显得格外突兀 嗯 发生了何事 就见一个身姿矫健 魁梧飘瀚的青年大步而来 他披着星红披风 骨骼粗大 光头正亮 一对眸子冷芒流窜 整个人宛如一头凶兽般 有一种破人的凶利之气 蓝天奇 在座众人目光一阵闪烁 认出了来人身份 这位可是比落崖更强的一位兄弟人物 战斗力之强 足可以跻身南明海年轻一代的前十之列 同样 他也是一位绝顶圣子级人物 为人及其之凶横残暴 在年轻一代中速有凶名 之前 魏仓之所以要阻拦青云阳离开 就是因为要等蓝天奇前来 所有人都知道 蓝天奇和青云阳之间有着一段不为外人得知的仇怨 据说是因为一个女人而起 但不管如何 现在南明海年轻一代中 几乎都清楚 只要被蓝天奇碰到 青云阳必然要遭受到一顿暴揍和羞辱 至于具体原因 或许也只有他们两人清楚 现在 蓝天奇又来了 并且青云阳就在场中 是否还会发生和以往想相似的事情 众人目光情不自禁看向了场中那个少年 当看到他那一对幽冷深邃的眸子时 他们浑身一哆嗦 愈发沉默了 这可不是看热闹的时候 怎么没人说话 蓝天奇皱眉 目光扫视大殿 察觉到气氛有些蹊跷 走吧 临巡算了算时间 这时候净宝大会差不多应该结束了 于是他招呼了青云阳医生 就抬脚朝大殿外走去 这让在场众人皆一愣 就这样走了 全集 他们皆按松一口气 走了就好 这家伙若再继续打下去 只怕他们全兜的遭殃不可 蓝天奇见死 经不住脸色一沉 往日里 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重心拱月般招待 可今天却太反常 自他进入大殿 明明有那么多熟悉的面孔 可却都像哑巴了一样 自始至终都没人理会他 最让蓝天奇无法容忍的是 一个陌生的少年而已 却招呼了青云阳医生 抬脚就要离开 无疑 他被直接无视了 这让蓝天奇毛子中凶芒一闪 当即大贺 青云阳 你给老子站住 声音如雷 射魂夺魄 各在往常 青云阳被如此呵斥 必会被贺的僵硬在那不敢乱动 可这一次却又出乎了蓝天奇的意料 青云阳就像没听到一样 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了 已 找死 蓝天奇彻底暴怒了 他原本性情就极其兄弟和残暴 此刻又陆续被大殿众人 林寻 以及青云阳一起无视 宛如把他当作空气了一样 让他哪能不怒 轰 暴喝声中 蓝天奇探手一抓 一团湛然璀璨的雷暴电弧涌现 化作大手 狠狠朝青云阳抓去 作为一名可以跻身绝顶圣子行列的天骄 蓝天奇这一级自然非寻常可比 且因为他是寒怒初级 力量要更可步 可让蓝天奇意外的是 当察觉到自己动手 在座其他人的反应 却显得和往日不同 没有振奋和欢呼 没有期待和激动 却多出一股复杂而怪异的味道 就好像很不忍心一样 今天究竟怎么了 不等想明白 蓝天奇就察觉到 在自己动手的同时 旁边那正朝大殿外行去的少年忽然转过身来 轰 拳击 一个修长白皙的手掌就凭空浮现 轻轻一撵 就将他释放出的那一只雷霆大手给击粉 嗯 难道这一切都和这少年有关 蓝天奇眼瞳骤然一缩 他又不是蠢货 第一时间就敏锐洞察了关键所在 我带他离开 你有意见 林寻出生 他不认识蓝天奇 也不知道蓝天奇和青云阳之间的恩怨 但他并不在乎这些 他马上就要返回紫耀帝国 这时候自然不会在意的罪什么人了 呵呵 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 也敢跟老子这般说话 蓝天奇心中大怒 脸色确实愈发森然了 谋子中兄弟的杀鸡毕露 强势破人 轰 不得不说 蓝天奇真的很霸道 一句话刚说话 直接就动手了 一掌就朝林寻拍去 却见林寻身影一闪 就轻飘飘避开 而后说道 这里不适合战斗 不如我们对拼三级 以此分胜负 我输了 任你处置 你若输了 说到这 林寻目光看向青云阳 继续道 你若输了 就向他跪地叩首三次 如何 此话一出 蓝天奇眼瞳也不惊一眯 开始仔细打亮林寻 这少年太过自信 且让他看不出深浅 这让他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蓝兄 此人刚才击败了魏仓 赖云生和洛崖三位道友 且都是在一集之内就分出胜负 你可要小心了 终于有人强忍着内心的忌惮 轻声提醒 蓝天奇心中一震 脸色为变 魏仓和赖云生不算什么 真正让他心惊的是 连洛崖这等人物 竟也都在一招之内就败了 这让他也不得不动容 再不敢怠慢 呵呵 我当你青云阳有什么能耐 原来是找到了一位高手相助 蓝天奇冷笑 眸子如刀子一样扫了青云阳一眼 竟是鄙夷和冷意 却见青云阳神色平静 言辞坚定道 不管你如何作响 我此次只想告诉你 十年之后 我必亲自手认你 嗯 蓝天奇皱眉 太古怪了 以前的青云阳 简直就像个缩头乌龟 只会忍气吞声 懦弱无比 可今天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难道都是因为那少年吗 蓝天奇没有理会青云阳所谓的十年约战 他对此很不屑 真正让他重视的那个少年 三集 已确定 蓝天奇眸子闪烁 涌动森然冷芒 盯着林寻 就问你敢不敢了 林寻神色不动 好 一声大喝 简直若凭地起惊雷 令人心惊胆颤 蓝天奇在这一瞬 已经悍然出击 通龙 他周身澎湃可怖的电芒 谋战雷霆 将一位绝顶圣子及人物的威势完全释放 这一瞬 宛如有一头绝世凶兽在他体内苏醒 那兄弟的气息 让整座大殿都站斗起来 众人齐齐色变 好强 很明显 蓝天奇也意识到林寻的强大 不敢大意 欲要穷尽全力 在这三集之内全力镇压林寻 却见林寻依旧云淡风轻 毅力在那 截然超群 显得与众不同 在一众目光的注视下 这一场对决拉开了帷幕 轰 第一集 蓝天奇施展秘法 声势浩瀚 击出一掌 令全场震撼 认出这是一门秘法绝学 恐怖无边 可林寻紧紧一掌 就将这一切化解 随意而从容 屹立在原地 不曾动摇一丝 这同样令人心中发寒 绝顶圣子的权力一级 就这样被破解了 果然 洛乙他们刚才败得不冤 这家伙明显已经具备了和绝顶圣子 平分秋色的力量 第633章 皆败一拳所赐 这家伙很强 蓝天奇能够成为绝顶圣子及人物 战斗经验自然丰富之极 仅仅一级就让他意识到 此次的对手有些难缠 只是他打破脑袋也想不出 南明海各大族群势力中 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个厉害人物 为何以前从来都没有听过 但蓝天奇已经来不及多想 在第2集时 他寄出了自己的武器 一把缭绕着迎灿灿雷芒电弧的战刀 赤雷战刀 一件强大的古堡 烙印银灵战雷之力 充满了毁灭性的气息 即便是在南明海中 此刀也是赫赫有名 因为这是蓝天奇所在族群的一件阻气 传闻在上古时代 此刀还曾染过真正的圣人之血 威力无量 蓝天奇竟动用了秘宝 大殿众人惊害 愈发意识到 蓝天奇这么做 明显也是意识到了那少年的可怕 把对方当作了头号大敌对待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即便如此 林寻依旧是赤手空拳 难道他已经自信到不凭借宝物 就能对抗蓝天奇 众人心颤 他们可不知道 当初在妖圣秘境的古老道场中 林寻以一对四 击败牛吞天他们时 同样也是赤手空拳 那时候的林寻 还仅仅只是洞天出境的大圆满境界而已 而现在的他 早已迈入洞天中境 整体实力又一次产生全新蜕变 早已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奔雷级 蓝天奇大鹤 蛇战春雷 就见刀芒掠空 施拉一声 虚空被击粉 一道炫亮夺目的刀芒 凭空乍现 刹那间 就像一道劫雷从天而降 要毁灭世间 那恐怖的气息 让众人头皮发麻 呼吸都快要停顿 太可怕了 这一级若是对付他们 他们都不知该如何闪避 纵然是对林寻极其自信的清云阳 此刻都不淡定了 他对蓝天奇很了解 此人虽然凶残暴力 可战斗力却着实堪称票汉恐怖 且作为一名绝顶圣子 此人在整个南明海 都是一个让同辈中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 而今 他全力出击 祭出秘宝 施展秘法 那种霸道无边的姿态 任谁都无法镇定了 而林寻他 又能挡住吗 砰 却见林寻黑发飘扬 神色淡然 古井不波 面对这等恐怖的一击 他甚至没有动手 仅仅只是朝前迈出一步 一步 却有一声激昂龙吟响彻 一头活灵活现的雪白冰痴涌现 防守虚空 释放出一股难言的洪荒之气 这一幕 却是像一头真正的上古神兽出现 宛如冰雪般耀眼 又有一股俯瞰云云众生的威严淡漠气息 那一杀 全场脸色都煞白 心神气动不安 无不被那冰痴虚影释放出的气息所振折 猫 龙吟如笑 冰痴腾空 腰角若冰雪的身躯盘绕 将漫天雷芒刀影轻易击粉 化作漫天光雨飘洒 轰 与此同时 那蓝天骑也如遭雷击般 身躯战斗 虎口俱阵 是雷战刀嗡鸣不断 差点脱手而飞 刹那间 蓝天骑脸色都变了 空前的凝重 这是同辈之中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敌 自修行至今 他也曾和不少绝顶圣子及人物切磋过 可还没有碰到过一个和对面那少年一样可怖的 那家伙就宛如一口大冤 深不可测 捉摸不透 令人心悸 面对他 就宛如面对一位王者 其威士虽淡然 其力量之强 却无法揣跺 在看场中其他人 都宛如泥塑般呆滞在那 即便是曾败在凌寻手中的洛崖 卫苍和烂云身 都被震撼在那 内心有一种大恐怖 他们直至此时才知道 刚才和凌寻的对战 哪怕他们被一招击败 可对方依旧保留了太多实力 若是当时对方毫无保留的话 一想到这 他们浑身都击零零打了个寒战 那后果太严重 让他们不敢再想下去 怪不得 无论那些老怪物 还是那年轻一代的卓绝人物 都称呼他为少年魔神 星云阳暗自握紧拳头 内心震撼而亢奋 强者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任凭你千般法术 万般秘传 我自已立破之 还剩最后一击 我不会再保留 蓝天奇深吸一口气 毛子中竟是决然和疯狂 他威势作然变化 犹如风暴般 节节攀升 越来越强 越来越恐怖 浑身被滚滚若江夜市的雷芒覆盖 耀眼赤胜 令人不敢逼世 轰 伴随一声轰鸣 众人第一时间就敏锐察觉到 蓝天奇晋级了 他竟是在这一刻 一跃从洞天中静 迈入到了洞天上静中 整体实力产生了全新的提升 我蓝天奇修行至今 每天都在磨砺自我道基 压制境界 为的就是在以后大道争锋时 争一条完美的大道之徒 而今天 你很幸运 心眼目睹了我在这条路上的一次小小变化 蓝天奇神色森然而冷酷 毛子流淌雷暴 唯一是振折大殿 让所有人感到压抑和窒息 不过 你也是不幸的 这第三集 就将分出胜负 而你注定要死在我的道徒之下 冷酷充斥沙发器的声音回荡大殿 蓝天奇神色罕见地平静 却有一股从前没有的绝对秘密 这是绝顶圣子的风采 是他们对于自我道徒的无敌信念 这也是一种属于真正强者的共有特征 或许他们性格不一样 形式风格不一样 但他们对自己的道徒皆有一种远超寻常的坚守和自信 众人心颤 无不被振折折服 若你能挡住我这一击 再来说死话也不迟 林寻黑眸中冷芒一闪 直至这一刻 他才产生了一股战斗的兴趣 斗战圣法悄然运转而开 轰 这一次 林寻率先动手 一拳打出 简单 直接 寻寻常常 却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宛如可以贯穿时空岁月 撼动清明 这是斗战最本质的奥秘 融会于汉天酒崩到的庙地之中 宛如刨丁解牛 其中的真谛已达到了一种极致的反扑境界 大鹰犀牲 大象无形 这一拳 也同样如此 没有轰轰烈烈的赤胜绚烂之景 也没有惊世般的惶惶动静 可当这一拳打出 虚空宛如画布 被狠狠揉碎 众人眼前的一切景象 都宛如在分崩离析 陷入崩灭中 唯有一个拳头宛如永恒 充斥在眼瞳中 这 众人心灵差点沦陷 被这一拳的威势完全淹没 再看不到一切 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死亡气息 要知道 他们可只是旁观 这一拳的目标 根本不是针对他们 就给他们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可想而知 这一拳是何其可怕 蓝天奇野色变 心神俱阵 原本以为自己晋级之后 足可以以一种绝对的姿态去镇压灵巡 可当面对这一拳时 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他浑身毛孔倒树 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 是对危险的直觉感应 甚至 他的神魂 斗志 心境 都在遭受到波及 人生第一次 他竟是有一种不敢去面对这一拳 只想逃避的强烈冲动 这还是洞天竟能够施展出的力量吗 这一切说来缓慢 实则发生极快 快的让蓝天奇都根本不敢胡思乱想 这是第三集 按照约定 是要分出胜负的 也能退避 杀蓝天奇怒吼 浑身每一次力量都被调动 以一种近乎自损的方式全部汇聚于一刀之中 轰然劈杀而出 一瞬间 蓝天奇浑身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 他知道 这一集拼得太狠 自己才刚晋级 即便能够最终取胜 也会给自己身躯造成一定的损伤 可 只要能击败对方 这一切都值得 只是 当这一集真正交锋时 蓝天奇却发现 自己终究还是错了 轰 神辉爆战 全金山河 这座大殿一切摆设全都轰然被击 许多附近强者来不及闪避 更是遭受到波及 惨叫着被震飞出去 那一幕 宛如有一场风暴发生 令全场狼藉 扑通 当一切轰鸣消弥 当烟霞消散 就见蓝天奇的身躯向不堪重负的山岳 骤然轰他 跪倒在地 他口中咳血 浑身肌肤都在哆嗦 脸色苍白宛如透明般 整个人有一种衰弱之极 重伤垂死的迹象 所有人瞳孔睁大 死死咬着牙关 一拳啊 就让蓝天奇这位绝顶圣子彻底被镇压了 再看林寻 截然而立 衣衫仙尘不染 一对黑魔幽冷而平静 那种超然的姿态 就宛如一位王者 在俯瞰一切 我 我居然 拜了 蓝天奇沙哑出生 游子不能接受一样 脸色蒸蒸 他跪倒的位置 恰好面对青云阳 一下子 他眼前一片灰暗 你是谁 为何 为何会如此强大 取久之后 蓝天奇努力挣扎着 抬眼去看林寻 却发现 场中早已空荡荡 那少年和青云阳早已不知何时离开了 连名字都不知道 拜得 可真惨 蓝天奇自嘲 声音喃喃 充满了失落和怅然 大殿众人漠然 神色殷勤不定 内心中的情绪物质无法平静 他们看着蓝天奇 不禁有一种吐死狐悲的感觉 堂堂一位绝顶圣子 何等之风光和耀眼 可现在 却落魄可怜的令人动容 而这一切 皆拜一拳所赐 那少年 究竟是谁 第634章风云变幻 繁华的云鹏集市依旧如火如荼 热闹非凡 林寻和青云阳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他们看似动作缓慢 实则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云鹏倒外掠去 那些家伙虽然骄纵了一些 但却并不糊涂 只怕用不了多久 就会推测出我的身份 现在你怕不怕 林寻一边前行 一边传音问寻青云阳 若是让他们知道你和我有关系 那后果可就难料了 不怕 青云阳神色平静 我青云族如今虽然没落 可也不是他们谁都能够欺负的 更何况 如今我家青烈老族已返回 有他老人家在 谁想对付我们 都得掂量掂量 他深吸一口气 毛子忠敬是决然 等此次返回族群之后 我就会闭关 十年之内 一定要成为真正的强者 青云阳的确变了 他的心态已经和以前不同 多出一股坚定和执着的信念 所谓强者自强 故而不惜 拥有这份心态 相信青云阳必然会在 自己所在的道途上乘风破浪 林寻将这一切都看在眼中 不禁暗自点头 这时候明雾过来 还不算晚 你呢 就不担心 青云阳忽然问 要知道 现如今的林寻 在南明海中绝对是一个 人人喊打的角色 一旦被试破身份 那后果简直可怕的无法想象 若是顺利 今天我就要离开了 林寻笑了笑 魂不在意 你可以留在我青云族中的 相信有青烈老祖护着 起码可以让你避开一些杀截 青云阳建议 不用了 林寻摇头 叫谈生 两人已经离开云棚岛 来到了青云族强者所在的 那头巨大的青云背上 老哈 怎样 刚抵达的第一眼 林寻就看见了等候在那的老哈 今天的老哈 跟随青烈老祖一起 前往参加那净宝大会 他们早已约定 等买到那一艘号与方舟 就立刻启程 立刻南明海 返回紫耀帝国 却见老哈忽然叹了口气 皱眉道 发生意外了 什么 林寻眼眸一眯 究竟发生了何事 干他姥姥的 说起来本王就想杀人 老哈一脸的郁闷 提起此事十一旧气的跳脚 破口大骂 原来 在那净宝大会上 老哈和青烈老祖队 浩宇方舟志在必得 硬生生砸出一个天价 让得其他大人物 揭败下阵来 不敢再与之竞争 谁曾想 就在最后落锤的一刻 却有人突然插手 直接以两倍于老哈 他们的价格 将那一骚浩宇方舟给拍走了 眼见煮熟的鸭子飞了 也不怪老哈会被弃成这样 原本本王和青烈老哥都很生气 想着干脆来一个杀人夺宝的行动 去将那浩宇方舟给抢过来 老哈明显很激动 谁曾想 等净宝大会结束时 那家伙早已经逃之夭夭了 简直比狐狸还狡猾 林荀听完 也一阵无语 这可真是一波三折 青烈大哥呢 林荀问 被一群大人物召集着商议事情去了 老哈随口答了一句 说到这 他们的脸色为变 一拍额头 道 本王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什么大事 林荀皱眉 是关于你的 老哈神色凝重 眉宇间浮现一抹优色 传音道 这一次净宝大会虽然盛大空前 吸引了各族诸多大人物参加 可你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 不等林荀回答 他就说道 是为了对付你 林荀心中狠狠一阵 对付我 不错 也不知哪个老不死的东西施展密法 推算出你如今还没有离开南明海域 于是各大族群的大人物都不淡定了 闻讯而来 要联合在一起 不知天罗地网 将你情杀 林荀黑魔涌动 陷入了沉默 离别不幸 现如今的南明海中 几乎都知道你夺得了妖圣秘境中最大的造化 和真正的圣道传承有关 你觉得那些生死净王者会甘心眼睁睁看着你离开 见林荀不语 老哈反倒先着急了 我还真没想到 堂堂生死净王者 为了对付我一个洞天进修者 竟会联合在一起 还真是看得起我林荀 林荀双手父辈 心叹道 之前 洛亚他们这些各族年轻一代翘楚人物汇聚在一起 商议着要对付他 林荀对此并不奇怪 甚至都没怎么放在心上 可现在则不同了 这可是一群老怪物开始联手了 盯上了他身上的大造化 不能容忍他活着离开南明海 在这等情况下 即便是林荀 心境都不免变得沉重起来 最糟糕的是 连浩宇方舟也被别人给劫足先登 难道 真打算逼我直接横渡烟魂海 林荀陷入沉思 从这里返回紫禁城 需要横跨不知多少海里 一路上尽是凶险莫测的天灾和危险 若无生死净王者带着 绝对是九死一生 像当初林荀和赵景轩他们一起前来时 还多亏了那羔羊长老准备充分 才一路化险为夷 安然抵达闺须之外 可现在则不同 只剩下了林荀和老哈两人 就凭他们目前的实力 想要去横渡烟魂海 那简直跟送死没什么区别 都怪那个跟我们抢夺浩宇方舟的混账 别被本王知道他是谁 否则非弄死他不可 老哈咬牙发狠 李叔要弄死谁 就在此时 忽然一道清脆悦耳 宛如风铃式的声音响起 伴随声音 一道曼妙空灵的身影 从远处林波而来 他一味飘舞 一姿飘逸 满头乌黑秀法在海风中飘舞 宛如一味从画中走出的仙子般 是那妖女 林荀和老哈一眼就认出 来人赫然是阿狐 他一袭鹅黄裙上 林波于碧蓝海面上 冰激玉骨 眼眸大而灵动 浑身有一种圣洁与清艳并存的美 滋容惊艳无匹 是他 这一刻 旁边的清云羊也是脸色为变 露出一抹复杂之色 有痛恨 也有苦涩和难过 林荀这才想起 当初乌样曾说过 就是阿狐盗走了他们清元族的重宝千积番 故而他们才会一路去追杀阿狐 只是林荀却没想到 阿狐竟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还主动来到了清元族强者所盘踞的地盘上 这小妞可真够胆大的 林荀贴了一眼清云羊 却出乎意料地发现 对方此刻竟已平静下来 并未有什么过激行动 只是 附近的清元族强者则都愤怒起来 杀气腾腾 目光齐刷刷都锁定在阿狐身上 或许只要清云羊羊一声令下 他们绝对会毫不犹豫动手 可清云羊并没有这么做 反倒轻叹一声 挥手道 都别动 让他过来 这让那些清元族强者都有些摸不清头脑 惊疑不定 云羊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阿狐巧笑浅熙 盈盈美眸中流转轻波 飘然而至 宛如凌晨的仙子 吸引了全场目光 你来做什么 拿走了千积番还不够 还要来祸害我清元族吗 清云羊沉声开口 阿狐皱了皱精致的眉毛 玄吉就笑道 原本我也想就此离去 只是无奈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做 可是 清云羊皱眉 阿狐微微笑了笑 眸子看向老哈 翠声道 喂 刚才就是你说的要弄死我 老哈一愣 玄吉就明白过来 惊怒道 原来是你这个妖女 夺走了我们的浩宇方舟 阿狐嘻嘻一笑 什么叫你们的 此物是我敬保的来 本就是属于我的 你可不要强词夺理 这时候 林寻开口了 黑猫凝视着这来历神秘 形式同样神秘的少女 道 阿狐姑娘 你该不会是专门为我们来的吧 清云羊眼眸一名 她 是为了林寻而来 果然 就见阿狐打了个响指 笑得眼睛都弯起来 像只漂亮迷人的小狐狸似的 道 聪明 这都被你猜到了 可真厉害呀 虽然我不清楚姑娘你的意图 不过 我现在可没空跟姑娘周旋 不如 咱们谈话直接点如何 林寻也笑了 黑猫忧碎 这样也太过浪费时间 你们直接跟我走 路上我自会跟你们好好谈一谈 阿狐笑得愈发灿烂 她肌肤晶莹 背齿雪白 窈窕而修长地身躯在阳光下笼罩上一层梦幻般的光泽 美得不可方物 跟你走 李真以为长得漂亮 本王就会被你的臭皮囊迷的颠三倒四傻呼呼跟你走 老哈一脸的不屑 阿狐收敛笑容 轻谋成澈 认真道 我手中有浩宇方舟 而你们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若不跟我走 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此话一出 林寻和老哈齐齐眼同一缩 震惊意识到一个问题 这名叫阿狐的神秘少女 近似对他们的情况了若执掌 她究竟是谁 阿狐撇嘴道 你们若再不走 那我可就走了 那可就先多谢姑娘了 林寻几乎是想都没想 就很痛快答应下来 老哈则气得大叫 妈的 你小子该不会真被他迷住了吧 万一他是敌人怎么办 你害怕 林寻问 笑话 本王岂会害怕一个小丫头骗子 老哈不谢 那跟他一起走 又有什么好怕的 林寻继续问 老哈终于意识到 林寻并非开玩笑 而是认真的 也在此时 一直不曾出生的青云阳忽然开口 说道 两位 若你们信得过我 我倒是建议 你们可以和他一起走 林寻和老哈接争了一下 万没想到 青云阳竟会替阿狐开口 就连阿狐也似乎有些意外 深深看了青云阳一眼 最终笑道 云阳公子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我不必你看对看错 只希望你这辈子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青云阳面无表情 阿狐笑了笑 没有再多说 最终 林寻和老哈一起 跟随阿狐一起飘然而去 临走前 林寻将一个储物带留下 交给了青云阳 说了一句话 里边的东西 看完之后就毁掉吧 希望可以帮到你 第635章杀截起 直至目送林寻他们离开 青云阳这才收回目光 想起今日所经历的一切 他就一阵恍惚 原来 他真的是就是那闹得整个南明海沸沸扬扬的少年魔神 但想 青云阳内心恢复平静 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 从林寻身上 让他看到了真正的强者之路 意识到自己以往的表现 太过的不堪和不足 枉我还是青云族圣子 谁曾想 只不过是一只井底之蛙罢了 从今以后 我当自强 摒弃一切 专注于本我大道 青云阳深吸一口气 眸光湛然 心境的变化 让他整个人的气质都显得不同起来 附近一众青云族侍从也是敏锐察觉到 他们的圣子仿佛像变成另一个人 气质沉宁而从容 让得他们都暗暗称奇 对了 也不知林寻给我留下了什么东西 青云阳心中一动 反身走进那九天白玉楼中 这才小心打开了林寻所赠的除雾袋 片刻后 青云阳如遭雷疾 这地僵硬在那 胸腔一阵起伏不定 脸色变得极其之精彩 有震撼 也有狂喜 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激 除雾袋中的东西很简单 乃是树部经书 有血师族的盘武真经 龙金族的大自在吞吐树 大力牛魔族的明真雷刚锤提宝树 云吼族的六甲蜂魔经文 那每一部经书都堪称旷世 拥有无穷神庙 属于各族中的至高密传 内运大道庙地 价值之大 超乎想象 若传出去 整个南明海都会陷入震动中 掀起滔天风浪 也不怪那些大人物不顾身份 要联合一起追杀他 换作谁 只怕都无法容忍自己族群的 至高密传泄露出去 星云阳神色感慨 愈发震撼于凌寻的可布 强夺诸多大族群的至高密传 这可布是谁都能够办到的 若是能够洞察这些经书的奥秘 那么以后我若是和血师族 龙金族 大力牛魔族 这些族群强者的战斗的话 绝对可以占据最大的优势 因为他们修炼的本质秘密 皆都已被我所洞察 或许 这也正是凌寻把这些经书 送给我的目的吧 星云阳新潮起伏 最终 他目光穿过窗户 看着远处的蔚蓝大海 喃喃道 凌寻 窝泻了 当真正的大事来临时 我会和你一起并肩 争风大道之上 最风楼 第九层 偌大的电雨中 满地狼藉 蓝天席 洛雅等一众各族年轻一代 翘楚街脸色阴沉 盘坐在那 林寻和清云阳虽然离开 可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一个能够平静下去 一想到刚才发生的一切 他们内心都在参数和恐惧 更有一种难言的耻辱 南明海年轻一代的洞天竟绝顶圣子中 似乎并没有这样一号人物吧 你们说 那家伙究竟会是谁 洛崖低沉出生 打破了这死级的氛围 众人面面相许 若我猜测不错 那少年应该已经踏上了传说中的最强绝颠道徒 最终 蓝天席开口了 他深吸一口气 神色殷勤不定 这种境界 又被称作王者之境 宛如同境界中的至高王者 暴力众山之巅 号称同境界无敌 能够与之对抗的 也唯有同样抵达王者之境的绝颠人物 除此 其他一切修者 皆不堪欲敌 王者 俯看一镜 宛如天上神龙 在上古时代 被誉为绝颠天骄 足可以镇压一境界 横扫群伦 这般人物 即便是在上古时代 都称得上是绝世 一番言辞 被蓝天席这位绝顶圣子及人物说出 简直如同一道惊雷 让全场鸦雀无声 陷入震撼 刚才那位少年 竟是一位驻足在洞天境中的至高王者 足可以镇压一境界 横扫同辈一切敌 这简直就像一个缥缈的传奇神话 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色彩 令人都几乎不敢相信 这世上真的有这般爵士人物吗 有人颤声 有 蓝天席回答的铿锵有力 毛子终闪过一抹追忆 数年前 我曾跟随家中长辈 前往古荒域天书圣地拜访 就在那里 我听说了一些观觉边天骄的传闻 可以确定的是 古荒域那些传承自上古时代的大势力中 就拥有这般宛如妖孽般的爵士人物 像如今名正古荒域 被誉为年轻一代第一剑修的通天剑宗传人云庆白 当初在洞天晋时 就号称同境界无敌的至尊王者 云庆白 听到这个名字 在座不少人都微微色变 显然 他们也曾听说过关于此人的一些传闻 一片震惊中 洛阳脸色大变 师生道 难道刚才那少年就是这样一位王者 蓝天席陈生道 他能够在三级之内 就将我击败 令我根本无反抗之力 像这种人 即便不是王者 也胜死王者 众人猛地意识到 蓝天骑士绝顶圣子及人物 几乎已驻足在洞天境的巅峰 可他在刚才的确败得一塌糊涂 被那少年一拳镇压 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放眼整个南明还只怕都找不出一个出来 那么这少年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拥有这族可以媲美洞天境王者的实力 为何以前从不曾听过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他 也就在此时 有人大叫 那个少年魔神 少年魔神 当听到这个称号 包括蓝天骑在内的所有人心中间狠狠一阵 脸色大变 对 肯定就是那少年魔神 我们刚才都猜错了 他根本就不是我们南明海的强者 而是一个跟随灵宝圣地前来的人族修士 也对 也只有那少年魔神才能拥有这般可怖的实力 毕竟在传闻中 连牛吞天他们四位绝顶圣子一起联手 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可想而知他有多凶横了 原来是他 怪不得能够在一级之中 就镇压魏仓赖云生和洛崖三位道友了 一下子 全场都反应过来 揣测到了林寻的身份 一个个神色变得复杂无比 之前 他们一直在商议 要联合一起去搜寻那少年魔神的踪迹 根本就没想过 这样一个凶横无比的家伙 竟会一直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一想到这 他们浑身直冒寒气 后怕不已 若是刚才那少年魔神大开杀戒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还愣着做什么 快去通知诸位前辈 去急杀那少年魔神 蓝天骑大吼 一句话 让全场都猛的反应过来 是啊 那少年魔神竟出现在云鹏集市中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走 这次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他逃了 快 快去通知老祖 那一场大造化就在眼前 哗然声中 这些年轻男女宛如疯狂似的 朝最风楼外冲去 火急火料 争先恐后 唯恐慢了一步 那可是少年魔神 身上藏有来自 妖圣秘境中的大造化 谁能抢先勤杀他 谁就能获得这一场造化 没多久 整个云鹏集市彻底轰动了 来自各族的修者皆骇然发现 一位未生死尽大人物横空显现 杀气腾腾 那恐怖的滔天神威 令天地都色变 究竟发生了何事 云鹏岛每个区域 皆陷入震惊中 很快一则消息就如同风暴搬船变开来 少年魔神现身了 他就在云鹏岛上 一下子 不管是哪个族群的强者 当听到这消息时 一个个都亢奋起来 如今的南鸣海域中 谁不知道一位来自人族的少年魔神 曾在妖圣秘境中大发神威 横及九天十地 杀得各族群雄溃不成军 血流成河 最可怕的是 即便是牛吞天 孟廉青 孔秀 玄罗子这等绝顶圣子人物联手 都被那少年魔神一个人击败 这样一个凶名昭著的家伙 竟出现在了云鹏集市中 谁能不震惊 不哗然 要知道这少年魔神除了凶残无匹 身上可藏有和圣道有关的大造化 光是这一点都足可以让任何一位 生死竟亡者大打出手 舍命抢夺 搜 挖第三尺 也要给我找出来 谁能提供少年魔神的线索 奖励海金十亿千万 天地间 到处都响彻着搜寻少年魔神的声音 别说是一般的强者 连一个个生死竟亡者都不淡定了 心自动身 释放神士 全力搜寻 没多久 就有一位增身家最风楼聚会的年轻一代强者提供消息 数曾见过那少年魔神和清源祖圣子一起离开 顿时之间 所有的焦点 全都汇聚在了清源祖身上 至于那些生死竟大人物 都早已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朝陵巡离开的地方冲去 沙捷来临了 云鹏岛外 清烈老祖双手父辈 眉宇间浮现一抹凝重 天发沙鸡 斗转心仪 地发沙鸡 龙蛇起路 人发沙鸡 天翻地覆 而今 云鹏岛方圆之地 皆被可步的沙鸡覆盖 一个个生死竟亡者出动 欲擒陵巡 夺取造化 这等恐怖的沙捷 对一个洞天静少年而言 无疑显得太过恐怖了 老弟 希望你们离开得不算太晚 清烈老祖目光 看向远处的碧海 第636章号 与方舟 搜 一骚银灿灿 形似尖缩 通体留意着繁密古老阵图的小船 在虚空中撕裂开一道笔直的轨迹 轻轻易闪烁 就横渡百里之地 当它消失时 那虚空中这才响起一阵尖锐的笑音 扩散在天穷中 将云朵都碾碎成续丝状 速度太快了 近乎如顺一般 令人难以捕捉它的痕迹 这就是浩宇方舟 上古时代千流道宗的重器 乃是由圣人采结域外的虚空金石炼制而成 其上覆盖13900重镇图静置 一经启动 号称可以一瞬千里 万里无宗 比之真正的挪移之术也相差无几 小船中 响起阿胡那清脆弱天类式的声音 他一袭鹅黄裙上 绣发披散 笑脸淫白绝艳 立在船舱前部 绰约的身姿曼妙修长 有一股圣洁出尘气 可惜 历经无垠岁月侵蚀 此宝传承至今 大多数镇图都已残碎模糊 失去威力 如今能够运用的 只剩下不足三千众镇图静置 阿胡悠悠轻叹 似颇为万习 立在旁边的灵巡和老哈街有些诧异 没想到阿胡竟会对此宝了弱指掌 甚至还知道其传承和来历 这可就显得太过不寻常了 当然 哪怕此宝有残损 他那超绝一流的速度 也远远不是其他宝物能够比拟的 阿胡抬眸 肃静中带着轻艳味道的小脸上浮现一抹笑意 最重要的是 他的防御也很厉害 横渡烟魂海时候 族可以化解诸多天灾侵袭 能够避开生死尽亡者的打击 这宝贝已经堪称是逆天了 绝对是逃顿所需的无上利器 还是残损状态就这么强 也不知此宝完整时候 又拥有多么不可思议的妙用了 林寻黑眸中也闪过惊异之色 他是灵文宗师 从进入这浩宇方舟就被四周覆盖的古老阵图所吸引 自然不难看出 其中大多数阵图都以磨损和残破 失去了往昔为能 可即便如此 也让林寻暗自惊叹 这些古老阵图 无不蕴含着关于大道的痕迹 玄妙莫测 此宝完整时候 可是一件圣人炼制的圣宝 那威力岂是寻常 阿狐笑盈盈解释 林寻顿时恍然 这些古老阵图中蕴含的林文导也谈不上多灰色 真正厉害的是阵图中烙印的大道痕迹 那是属于圣人所留的力量 也不是目前的林寻能够去理解和参悟的 阿狐姑娘 莫非你也要前往紫耀帝国 林寻忽然问 即便已经答应和阿狐同行 可直至现在 林寻也没有看透此女的意图 阿狐微微一笑 心谋流波 背齿银白金银 道 公子 等我们的处境安全时候 我自会相告 哼 遮遮掩掩的 肯定心存不轨 老哈欲发有些看不惯阿狐了 感觉这女人城府太深 轰 就在此时 一变陡然发生 一股无形的力量遮天盖地 从天穷垂落 将这片虚空都碾碎 发生可怖的轰鸣 在这等恐怖力量的波及下 整艘浩宇方舟都剧烈战斗起来 发生嗡鸣 摇晃不止 林寻和老哈心中齐齐一领 脸色微变 好恐怖的力量 公子 沙捷来了 却见阿狐拢了龙耳盘青丝 绝艳圣洁的脸庞上 罕见地变得认真而装素 一边说着 他掌控着浩宇方舟 开始进行闪避 哗啦啦 无数如潮水般的古老阵图发光 充盈在浩宇方舟四周 赤胜夺目 刹那间而已 速度陡然提升了不止一倍 就见虚空中 此宝宛如一道流光 闪烁不定 飘忽若闪电 很快就从那恐怖的力量覆盖下脱困而去 也在同时 林寻和老哈察觉到 在极远处地方 浮现着一道伟岸无比的身影 气息灌冲天地 惊动山河 宛如真正的主宰 驾临人间 那是一位紫袍中年 虚发漆黑如墨 眼瞳开合间 宛如有日月星辰在其中浮沉 威势无量 毋庸置疑 这绝对是一位生死尽亡者 刚才那一集 也自然是出自紫袍中年之手笔 本王在净宝大会上见过那家伙 是火烈鸟族的老祖 干他姥姥的 这么说的话 他们果然追杀上来了 老哈脸色大变 生死尽亡者的追杀啊 谁能不心惊胆颤 这时候可没有那位神秘的老元帮助 仅仅只是一艘宝船而已 是否能让他们避开这等杀劫 老哈一点信心都没有 小畜生 杀了我南明海各族诸多后裔 岂容你就这么逃走 还不给本座留下 墨帝 又是一记惊雷般的爆喝响起 深圳九重宵 一个身躯高大 眼瞳涌动紫芒 气息若浩瀚般无量的黑袍老者出现 一掌狠狠朝浩宇方舟抓来 不好 又他妈来了一个 老哈大叫 脸色变得凝重无匹 吃拉 躯空问乱 出乎意料的是 在阿胡的操纵下 昊宇方舟宛如滑步溜秋的泥秋似的 从黑袍老者的大手下一闪而去 嗯 黑袍老者脸色一沉 四没想到这昊宇方舟竟如此不可思议 他来不及多想 继续追杀 根本不敢耽搁时间 此次出动的 可不止他一人 附近还有十多个生死境亡者正在全力赶来 黑袍老者可无法容忍到手的猎物被其他人染指了 追杀开始了 船舱中 老哈脸色狂变 怪叫连连 根本就无法淡定 目前为止 他起码发现了四位生死境亡者出现 并且 这个数目还在持续增加中 妈的 这些老怪物彻底不要脸了妈 简直是无耻到了极致 本王都没见过如此下作的老东西 老哈很激动 也很生气 简直太欺负人了 一群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怪物 却一起连妹初级对付一个后辈婉生 就不怕被世人吃笑 小友 我足和你无冤无仇 只要你将身上机缘留下 本座立刻扭头就走 如何 一个素衣美妇出现 一太雍容 言辞温许和蔼 可他的动作却很辣无匹 直接寄出一张火光缭绕的大网 铺展在天地间 朝浩宇方舟笼罩而下 这明显是一件大杀器 真真正正的天罗地网 一旦陷入其中 绝对会立刻被捆服起来 此时就连阿狐神色都变得凝重 光洁的额头浸出一些汗水 修长的身影 挣腾着如雾矮般的霞光 他明显以运转全力在操纵浩宇方舟 不敢有一丝的大意 林寻默默立在一侧 一边关注战场 一边关摩阿狐的操纵手法 像浩宇方舟这等宝物 不只是需要海量的高阶灵精 来启动和运转 更需要独特的秘传手法来操纵 第九个了 他妈的 这些该死的老畜生 有朝一天本王崛起时 非把他们全部弄死不可 老哈依旧在咆哮 换作谁 此刻只怕都无法不紧张 那可是整整一群生死尽亡者 像这等存在 俨然已如同力在世间的巅峰 属于修行界中的巨拨 挥手间 就能覆灭一方山河 踏平一座城池 翻云覆雨 恐怖无边 而今 这样一群恐怖老怪物一起出动 可想而知那等情景和等之害人 足可以令世间皆惊 就见沿途一路上 虚空问乱 天穷轰鸣 汪洋上掀起滔天风浪 一些分布沿路上的生灵都来不及闪避 就被瞬间灭杀 邪水染红碧海 死得可谓是憋屈冤枉之极 而林巡他们所在的浩宇方舟 就宛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夜浮平 处境凶险无比 时时刻刻都在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 即便是林巡 一路上也是浑身紧绷 心境空前的凝重 等我踏足生死尽时 必然会再来辞走一遭 以报答他们今日所赠的恩情 林巡从来不会轻易发狠 可现在 他实在是被彻底激怒了 从进入妖圣逆境直至现在 他就被八方关注 不断被追杀 就连那些老怪物都彻底不要脸了 参与进来 哪怕林巡脾气再好 都不禁被激起了凶凶杀鸡 恨得咬牙 欺人太甚 等你踏足生死境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倒是建议 你以后若碰到那些老东西的族人 竟可以全都杀了 这样的报复 足可以让他们痛到骨子里 忽然 一侧的阿胡开口 给出一个建议 好狠辣的女人 这是老蛤的第一反应 但玄吉 连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真是一个很切合实际的建议 我会记住的 林巡黑魔幽朗 神色平静 在坚持一刻钟 我们就能脱困了 阿胡轻眸一亮 似乎发现了什么 银润鲜红的唇角泛起一抹喜色 第637章命悬一线 一刻钟时间 搁在以往 弹指即逝 可现在 对于林巡他们而言 却显得格外的漫长和煎熬 共计13位生死竟亡者一起出动 施展杀招 搅得天翻地覆 要将他们截杀 若不至身其中 完全无法想象那种恐怖令人绝望的感觉 原本愤怒大叫不止的老蛤 都出其地沉默了 他脸色凝重阴沉 快躺出水来 眼眸中流露的近视担忧 还有无尽的愤怒和恨意 这种处境 险象还生 宛如在生死一线上徘徊 哪怕稍稍一丝不慎 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下场 林巡也在沉默 非谋优碎的可怕 宛如无底深渊 归根究底 或许他在洞天境中已快要镇压一切敌 可是当面对生死竟亡者时 终究还是太弱了 那种只能逃顿 而无力去抗衡的感觉 让林巡第一次如此渴望拥有更强大的力量 是的 力量 阿狐翘脸有些苍白 神色虽依旧冷静 可他那微微颤抖的身躯和额头进出的汗水却曝露出 他正在强自支撑 快达到极限 一刻中 对他而言 同样显得艰难而漫长 犹如在地狱门前挣扎 谁也无法预料 死亡究竟会在什么时候来临 见到这一幕 林巡好几次想问 为何明知道会出现这等杀结 你还要帮助我们 可最终 林巡没有问出口 这等时候 也根本不是谈话的最佳时机 这会影响到阿狐 更会影响到他们所有人的性命 只不过在内心深处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阿狐这么做 林巡已经铭记下这份天大的恩情 轰 惊世般的攻击声 时时刻刻都在激荡 令风云色变 让万物颤速 沿途不知有多少的礁石岛屿被毁灭一空 更不知有多少的无辜生灵 覆灭在这一场突兀而至的杀结中 而对于这一切 那些追杀的生死竟亡者却视若无睹 在他们眼中 只有那一艘浩宇方舟 那其中藏着他们所渴望的大造化 无论是谁 都无法容忍错失这等千载难逢的时机 只是 出乎他们所有意料 那一艘浩宇方舟简直就像一抹光 不止速度奇快 宛如摩尼 且行踪飘忽 即便面对他们的截杀 竟每次都能困而顿 这让他们惊诧之余 脸色也变得阴沉下来 一艘宝船而已 载着几个不值一晒的小家伙 若是让其逃掉 那他们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 若船回南明海中 非沦为一个天大的笑柄不可 追 每个老怪物都怒了 全力出手 阿胡终究没能坚持一刻钟 在半途上 他们的闷横一声 早已变得苍白的唇角 溢出一缕鲜红的血字 而在他眉宇间 更是涌现一抹难以抹去的疲惫 就只差片刻了 难道在这最后的关头失败吗 阿胡内心涌起一抹深深的无力 他已拼尽了所有 把自己的力量压榨到了极限 把操纵法觉告诉我 让我来 这时候 耳畔忽然响起林寻的声音 阿胡一睁 目光看过去 就看见林寻那一对平静而深邃的黑眸 鬼使神拆地 他下意识地选择信任 好 林寻走上前 深吸一口气 神色彻底变得冷静而专注 宛如海底届时 任凭海流冲刷 窥然不动 老哈原本担忧无比 很想问一句你行吗 可最终 他忍住了 阿胡已经明显坚持不住 眼下处境如此恶劣和凶险 也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然而 让老哈和阿胡皆没想到的是 当林寻掌握了操纵法觉之后 竟是发挥出精湛无比的水准 在他的操纵下 浩宇方舟屡次逢凶化吉 显之又显地避开了一次刺杀劫 那种游刃有余的驾驭手法 根本不弱于阿胡自己来操纵 完全都看不出 林寻这是第一次驾驭浩宇方舟 直至后来 或许是熟悉了这种操纵 林寻的手法变得越来越精准 娴熟和灵妙 老哈眼睛都看直了 大呼变态 而阿胡也是一睁一睁的 亲谋看着身边少年那清秀的脸庞 罕见地涌现一抹一彩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之前的路上 林寻就一直在暗暗观摩和学习 早已将阿胡的操纵技巧烂熟于心 再加上 他自有篆刻林文 本身就是一位少年林文宗师 而今只是操纵一艘覆盖诸多古老阵图的宝物而已 自然难不住林寻 甚至 凭借他对林文阵图的超强认知 在操纵宝传时 更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威能来 这一点 只怕是阿胡都无法办到的 嗯 怎会这样 该死 这浩宇方舟的力量怎会如此不可思议 不是说这是一件残损的上古圣宝吗 可恶 若被我知道是谁用此宝帮助那小砸碎 本作非将它错骨扬灰不可 外界 以众生死尽王者皆敏锐察觉到了浩宇方舟的变化 脸色一下子又阴沉了许多 追杀到现在 前后已经过去足足一炷香时间 他们以众生死尽王者 却迟迟奈何不得一建古堡 这让他们都感觉到一种耻辱 老羞成目 不好 前方似乎是藏道海种 枉的 诸多生死尽王者察觉到不妙 眼瞳中闪过一抹深深的忌惮 据他们所知 数千里外的海域 便是藏道海种所覆盖的范畴了 那可是一片大凶之地 在上古时代 那里曾是一方神魔战场 陨落了不知多少大能者 严存至今 那里已经成了一片诡异和不祥之地 犹如一方境地 充满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凶险 纵然是生死尽王者 都不敢贸然在其中闯荡 快 阻止他们 一定不能让他们进入其中 火烈鸟族的黑袍老者发出长笑 通龙 顿时之间 这片区域都紊乱 十多位老怪物一起全力出击 再没有任何保留 要将浩宇方舟留下 这一刻 无疑是最为凶险和恐怖的 同样 此刻的临寻空前的冷静 神志若冰雪 将一切力量都运转在操纵浩宇方舟上 外界那不断轰来的攻击 被他精准地捕捉到 而后操纵浩宇方舟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避开 有时 看起来明明已经被封锁和围困 可临寻却总能在不可能中找到一线机会 于绝境中找出一缕生机 显知又显地脱困 这一切被看在老哈和阿虎眼中 让两人都惊得一身冷汗 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那 那是藏道海种 往的 老哈怪叫起来 视野中看见一片被灰色的雾矮覆盖的海域 那里的天穷 都阴暗若涌夜 海水漆黑 雾矮蒸腾 神秘而又阴森 令人心悸 而老哈在觉醒意识的时候 就一直生活在那里 喜慧不认的 他声音刚落下 就听嗖的一声 浩宇方舟宛如一抹银色的流光 树然冲入到了茫茫的雾矮中 几乎同时 以众生死尽亡者的攻击覆盖而下 将这片海域都差点炸成崩裂塌陷的虚无 就差一线 林寻他们就将遭结 可也正因为这一线生机 让他们脱困 冲入到了藏道海种所在的海域 停下 不必再逃了 现在该我们来看一场好戏了 忽然 阿狐出声 心魔中闪过一抹恨意 显然 他对刚才被追杀的遭遇 也恼火无比 看戏 你还有心思看戏 这他娘的可是藏道海种 比那些生死尽亡者更可怕 老哈气得跳脚 他以前一直在这片区域中私混 哪会不明白这里的可怕和凶险 而他好不容易逃出生天 离开了这鬼地方 谁曾想 如今又逃回了 这让他心情简直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阿狐嬉嬉一笑 也不解释 道 听我的 绝对没错 难道你们不想看看 那些追杀我们的老东西是如何倒霉的 一句话 就让老哈心动了 而林寻泽若有所思 看了看阿狐 最终还是答应下来 将昊与方舟停顿在一处雾矮中 好戏 究竟是怎样的好戏 他们的目光 戏刷刷掠出昊与方舟 看向前来的方向 可恶 竟被他们逃了进去 葬到海中附近 响彻一阵又一阵的怒吼 声音中充斥不甘河怒火 宛如滚滚惊雷 激荡八方 一位又一位生死竟亡者抵达 身影出现在附近 可在这一刻 他们皆犹豫了 似乎忌惮 不敢贸然闯入 怎么办 此地有大恐怖 若善入其中 只怕会遭遇灭顶之灾 有老怪物脸色阴沉开口 还能怎么办 插进去 那小砸碎身上的大造化 和上古盛道有关 这等机缘 岂能错失 有人冷横 显得很强硬 可却并没有立刻展开行动 显然 他话虽说的铿锵 内心实则也充满了忌惮 这就是藏道海种的可怕 宛如禁地 能够让生死尽亡者 都坦而色变 可想而知 这片区域 有多么的诡异和不祥 里门不去 那老夫就先行一步了 忽然 狐连鸟族的黑袍 老者站出来 大不一脉 身影就消失在 那茫茫灰色雾矮中 这让其他生死尽亡者 皆躁动 目光闪烁 很快 就又有五六位 老怪物一咬牙 做出决断 闪身冲了进去 其他生死尽亡者 想了想 心中虽有些不甘 可却最终放弃了 他们倒并非胆小 而是深深明白 那藏道海种的可怕 一旦贸然进入其中 甚至可能都在 没有走出来的机会 不过 即便选择了止步 剩下的这些老怪物 也没有选择离开 他们在观望 不肯就此放弃 只要有一线机会出现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动手 第638章好戏开始 好戏快要开始了 船舱中 阿狐一对轻谋中流动 莫名的光泽 似乎也有些兴奋 灰色雾矮漫 这片海域死即无比 静谧的可怕 即便置身在 好雨方舟中 也让林寻感受到 一种诡异的氛围 仿佛 这里随时都会爆发 不祥的事情 老蛤神色殷勤不定 自从返回这藏道 海种所覆盖的区域 他就变得很反常 暴躁不安 寡言少语 很快 林寻就察觉到 足足有五六位 生死尽亡者的身影 犹如一道道冲天神红 一闪而至 他们神威滔天 浑身流淌大道神韵 光芒万丈 犹如神之 可在抵达这片区域后 任凭他们如何强盛 却竟无法驱散那缥缈在海面上 覆盖天地之间的灰色雾矮 这让他们神色皆凝重 这就是藏道海种 在传说中 这里乃是上古时代的一处战场 曾陨落过真正的圣人王 圣人王 这可是踏足圣道之巅 号称圣中之王的大能者 一身修为几乎与天同兽 与日月同灰 可最终也隐恨陨落于此 可想而知这一处战场所爆发的战斗 是何等是恐怖和惊事 在这等情况下 纵然是这些生死净王者 都变得警惕而谨慎 如灵大敌 不敢擅自乱闯 这就是你说的好戏 林寻心中一沉 黑魔咪起来 距离太近了 若再不离开 眨眼间的功夫 那些生死净王者就会发现他们 别着急 你就静静等着看戏吧 阿狐轻眸中泛着神秘的色彩 他眉目如画 心力绝艳 此刻当看见那些生死净王者抵达 他非但没有惊惧和忌惮 反倒似乎有些失望 怎么就来了这么几个 其他老怪物都没来吗 他轻声喃喃 不过这样也足够了 林寻心中一动 忍不住瞥了一眼阿狐 他似乎早已知道戴会将发生什么 就在此时 那些生死净王者发现了浩宇方舟 也谋齐齐一亮 不悦而同地 朝这边靠近过来 他们龙共六位 只是在这等时刻 他们却并未立刻就动手 反倒彼此警惕 隐隐有对峙的迹象 原因倒也简单 一方面是因为此地乃藏到海种 太过诡异和不祥 让得他们皆谨慎而小心 不敢贸然行动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们的确在彼此对峙和顾忌 林寻身上有大造化 这是他们早已确定的 可不管是哪一位生死净王者 只怕都不会让这一场大造化 被其他人夺走 他们都清楚 林寻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在争夺这一场大造化时 他们彼此极可能会爆发冲突和血战 这些都是活了不知多少岁月的老古董 自然都清楚这一点 故而都很默契 并没有贸然动手 小家伙 怎么不逃了 是否已经支撑不住了 火烈鸟族的老祖 那的黑袍老者冷笑开口 有恃无恐 毛子中尽是冷芒 仿似看穿了那号与方舟 看到了其中的林寻 林寻没有说话 漠然不语 看来 你也知道这是藏到海种 乃是自上古时代言存至今的大兄之地 不敢擅自乱闯了 另一位老祖漫不经心开口 既然你已决定束手就擒 不如跟我们先离开此地如何 或许 看在你配合的份上 我等说不准会给你一条活路 此话一出 让其他老祖顿时心动 这里毕竟是藏到海种 在过去的岁月中 实力越高的强者越不愿涉险进来 因为这可是当之无愧的大兄之的 存在许多诡异而恐怖的生灵 一旦察觉到强者闯入 就会遭受到他们的疯狂攻击 甚至 以往岁月中 不乏一些和在场那些老怪物一样的生死 禁王者前来 无以利外皆隐恨陨落于此 若非必要 他们没有人愿意为了争夺灵巡身上的造化 而选择在这里彼此争夺厮杀 灵巡依旧在沉默 他在等 等阿胡口中所谓的好戏 而老哈则脸色难看之极 压低声音道 妖女 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万一失败 我们可都跟着你倒霉了 阿胡抿着阴唇 笑而不语 是一老哈烧安物造 小东西 还不赶紧出来 非逼我等出手 将你当场情杀 一位老祖不耐烦了 声音充斥杀鸡 视灵巡为砧板之肉 可以任凭宰割 其中会否有诈 另一位老祖提醒了一句 认为灵巡他们乘坐好与方舟而至 却突兀地停顿在那 一动不动 显得有些反常 你都虑了 这里才仅仅只是葬到海种的边缘地带 即便有危险 我等也可以第一时间离开 火烈鸟族的黑袍老者不以为然 更何况 在我们的包围下 就凭那小子 有挣扎的机会吗 听到这么一说 其他老祖皆释然了 露出笑容 小家伙 我等耐心有限 劝你还是乖乖配合 现在就出来 否则 等我们出手时 等待你的注定是生不如死的下场 一个满头绿发 背负着一对湛蓝羽翼的老祖兵冷开口 林寻能忍住保持沉默 老哈却忍不住了 跳脚大骂 你们他妈的废话可真多啊 有种就动手 没种就赶紧滚 你说什么 猛的 一众老怪物脸色一沉 眸光闪烁 都到了这等时候 对方竟依旧敢挑衅 这无疑是在亵渎他们的尊严 诸位 请卖我一个人情 我想将此人的头颅摘下 拿回去既恋为酒杯 谁也别和我抢 那满头绿发的老祖声音中透着森然杀鸡 一颗头颅而已 送你又何妨 我等更在意的 则是那小子身上的造化 一众老祖淡漠出声 声音中尽是残忍和不屑 还真是屁话连天 来来来 我看看你们哪个谁敢先动手 老哈彻底豁出去了 冷嘲热讽 找死 诸位 我们皆为机缘而来 不如由我来将其擒杀 而后我们在商议机缘的归属问题 如何 黑袍老者脸色阴沉 他被彻底激怒了 身为一位生死尽王者 却屡屡被一个后生晚辈挑衅 这简直就是耻辱 也好 其他老祖目光一阵闪烁 最终点头答应 他们人老成精 自然不会被老哈的三言两语 扰乱心神 真正让他们顾忌的 仅仅只是争夺机缘的问题罢了 换而言之 林寻等人在他们眼中 已经和死人没什么区别 值得他们重视的 只不过是藏道海种的危险 和彼此争夺机缘时 可能爆发的冲突罢了 哄 没有任何迟疑 黑袍老者动手了 一个宛如神宴汇聚而成的大手 隔空潮浩宇方舟狠狠抓去 来了 老哈眼眸一宁 心都悬到了嗓子眼 口干舌燥 面对生死尽亡者的杀伐 他也无法不紧张 林寻黑魔涌动 浑身也紧张起来 唯独阿狐 心魔中盈盈灿灿 一踩入连衣 唇中轻声道 好戏开场了 大手这天 若神宴汇聚 赤神而绚烂 将虚空都焚化 威势恐怖 这是属于生死尽亡者的力量 端帝是今天地气鬼神 其他老祖见死 皆暗暗点头 知道在这等攻击覆盖下 纵然对方驾驭那浩宇方舟 也都在没有一丝逃顿的可能 他们已经开始思索 等抓住那小子之后 该如何瓜分这一场造化的问题了 只是 就在同一时间 无论是出手的黑袍老者 还是其他老祖 全都浑身一僵 感觉毛骨悚然 扑 灰蒙蒙的雾矮中 不知何时浮现出一道 若隐若现的倩影 弥漫出一股令天地万物 都阐塑的恐怖气息 弄插 那只宛若神艳般的遮天大手 还没等覆盖浩宇方舟 就轰然暴碎 被抹灭于虚无中 就像纸糊似的 那 那人是 由老祖忍不住大叫 如坠冰窟中 感觉从头凉到脚 头皮发麻 其他老祖也是又惊又怒 脸色灰白难看 第一时间 他们就察觉到了极度的危险 让他们宛如瞬间置身在森罗地狱中 而造成这一切的 便是那不知何时起 就已浮现在灰蒙蒙雾矮中的那一道倩影 他明显是个女人 身姿错约 若隐若现 浑身被茫茫灰色雾矮笼罩 涌动着一股灰色而无形的力量 让人无法窥似其容颜 而在那些老怪物眼中 这个物女则像一尊屹立天地间的主宰 有一种族可以毁灭万物 俯瞰世间的气息 太过恐怖和诡异 这让他们都心神战素 犹如楼椅面对一尊真正的神知 仓皇而恐惧的情绪根本无法抑制 蔓延在全身 他 他是谁 难道是这藏道海种中的某位诡异巨头 是他 这一杀 灵巡也浑身一震 认出了那一道倩影 赫然是曾经出现在苑林大军身处的那位恐怖人物 当时 他是和一位诡异的佛陀身影一起出现的 给灵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 只是灵巡根本没想到 在此等时候 他竟是再次出现了 难道 阿胡所谓的依仗 就是这位大人物 第639章 善缘 速退 一位老祖低吼 不用多说 每一个老怪物都感受到了那物女的恐怖 让他们的心颤 头皮发麻 但是 已经晚了 物女现身之后 不曾发出一语 神秘而令人恐惧 他挥了挥手 可以看见 一股无形的力量扩散 令这片区域天翻地覆 虚空在崩塌沉沦 正对面 黑袍老者手当其冲 连挣扎都来不及 就被那一股力量淹没 而后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黑袍老者的身影扑的发出闷响 化作一只火烈鸟神情 旋即 他那身躯也随之缩小无数倍 化作蝼蚁大小 轻飘飘落入到了那物女手中 也是此时 一众老怪物才看到 那物女手中 拖着一尊残缺一角的紫色波鱼 其内混沌器浮现 令人心悸 黑袍老者所画的火烈鸟 就被镇压那紫色波鱼中 在没有一丝声响传出 这周围其他老怪物倒西凉戏 一个个脸庞苍白 这才一照面 他们当中的一位生死净王者 就被镇压了 不对 是被摄取 就像降服一只灵情一样 被摄入到了对方的宝物中 镇压了起来 无疑 对于任何一位生死净王者而言 与其如此悲情 那简直比杀了他们还难受 毕竟 他们已经几乎立足于 世间修者的顶尖位置 神威浩瀚 镇折一方 受尽瞩目 可现在 却被人当作灵兽 来降服和摄取 这绝对是奇耻大辱 但同时 物女那高深莫测的无上手段 也让那些老怪物胆战心惊 恐惧到了极致 连生死净王者都如同蝼蚁般 不堪一击 这神秘的物女又恐怖到了何等地步 她究竟是谁 同一时间 林寻和老蛤 他们也被震撼 眼瞳收缩 内心产生出一股说不出的惊异 物女那莫测的手段 让他们想到了那头老猿 同样也如此恐怖和强大 是生死净王者如蝼蚁 有一种灌溉天地 威震乾坤的气势 难道她也是一位圣人 灰蒙蒙的雾挨海面上 那神秘的物女并未留守 一股无形的力量 再度从她身上扩散而开 逃 那些老怪物彻底被喝破了胆 目自欲猎 一个个静若疯狂 施展全力讨盾 可瞬间而已 他们就发现 四周虚空犹如被封禁 化作一方天地牢笼 让得他们竟无法突破 不 他们魂儿都差点合飞 脸色变幻 太恐怖了 这就是葬到海种的凶险之处吗 扑 一位老祖遭结 身影化作一头青角恶 而后苏小成蝼蚁般大小 被收入了那物女手中的紫色钵鱼中 这场面诡异而吓人 一位神秘不可测的物女 从出现开始就一言不发 但她两次动手 却轻易就降服了两位生死净王者 那种超然而恐怖的姿态 简直像传说中无所不能的神知 可以横扫世间 不 其他老怪物怒吼 疯狂逃遁 施展出权力 祭出各种压箱底宝物 像热锅上的蚂蚁般 若有选择 他们宁可此次不踏入这诡异和不祥的藏道海种 可惜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外界 还有六七位老怪物在观望 他们不甘心就此离去 心中皆在私存 要寻觅机会 分一杯羹 对他们而言 林寻就宛如一个活着的大造化 身上藏着太多令他们眼红垂涎的东西 像五行圣道中流传出的圣人道经 像紫霞神山中那一部玉碟经书 无论是哪一种都牵扯圣道传承之密 足可以让任何一个生死竟亡者为之疯狂厮杀 更何况除此之外 林寻身上还有许多杀死各族圣子所抢的的宝物 这同样也诱人无比 在这等情况下 谁还会甘心就此放弃离开 各位 不如我们一起联手如何 无论最终谁能获得这一场造化 当他从纳藏道海种中返回 我们立刻动手将其截杀 如此一来造化就是我们的了 一位老祖提出建议 令其他老祖皆大为心动 啊可就在此时 一声惨叫从那灰蒙蒙的藏道海种深处传出 犀利中透着无尽的恐惧 在场一众老怪物浑身一哆嗦 脸色骤变 是火炼鸟族的老祖 难道他在其中遭遇到了什么不测 这让他们心中发寒 惊疑不定 心中暗自庆幸当时没有选择前往藏道海种 那鬼地方太过圣人了 诡异之极 在以往岁月中 不知有多少厉害人物陨落其中 不 为多久 又是一阵疯狂惊怒的大叫传来 像受惊陷入绝望的野兽呐喊 声音终尽是恐惧 顿时 外界这些老怪物面面相去 一个哥被己发寒 那藏道海种中 肯定有什么恐怖之极的事情发生 怎么办 走还是留 就在他们内心惊疑之际 那雾蒙蒙的藏道海种深处 却变得死急起来 再没有一丝动静传出 可越是这样 越是让人心中发毛 那其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些和他们一起前来的老家伙 是否都已经遭结陨落了 这一场造化送给诸位了 我还有要事先走一步 由老祖代不下去了 感受到莫名的压抑和恐慌 扭头就走 其他老怪物见此 皆神色变幻 显得很迟疑 可仅仅片刻 他们就察觉到 那大物深处 隐约似乎有一道倩影浮现 那是 他们浑身一僵 头皮发麻 紧紧一眼 就让他们感受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危险涌上全身 走 他们哪还敢有半分迟疑 刹那间就做鸟受散 逃得比谁都快 也是这时候 这些等候在外界观望的老怪物 终于意识到 那些进入藏道海种的同伴 只怕都已经再出不来了 而一想到那一道 入影若现的倩影 他们浑身就哆嗦 如坠冰枯 太可怕了 那就是藏道海种内 所藏的大凶吗 昊宇方舟内 极尽一片 林寻和老哈街震撼在那 久久无法平静 在他们眼皮底下 一个又一个生死静王者 犹如蝼蚁般 被那神秘的物女一一降伏 镇压镜紫色钵鱼内 自始至终 不曾遇到任何一丝的抵抗 显得轻松之极 可也正因这样 才让林寻他们震撼 口干舌燥 太强了 镇压生死静王者 如同杀鸡宰猴 究竟该有多恐怖的修为 才能够办到这一步 无法想象 最终 这次进入藏道海种内的 六位老怪物 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能够逃出生天 而这 就是阿胡所言的好戏吗 她难道早已知晓会发生这一切 故而才会驾驭浩宇方舟 全力冲入到这藏道海种的区域中 一下子 林寻他们看向阿胡的目光都变了 这个神秘的少女 不只是美丽若出尘之仙子 且明显大有来历 令人捉摸不透 就连老哈都沉默了 她自从觉醒一世 就生活在藏道海种 见过苑林大军中的王者 也见过诸多诡异和不祥的事情 可她却根本不知道 在这神秘的区域中 还会有一位像物女 这般恐怖无比的存在 可偏偏 阿胡却似乎比她还要了解 藏道海种 这就显得太过不可思议了 好戏结束了 你们满意否 却见阿胡嘻嘻一笑 迎白绝燕的面孔上竟是轻松 李究竟是谁 老哈忍不住问 他神色凝重 连续目光也看了过去 这时候 危机已经消灭 并且就连那神秘的物女也消失不见 也是时候跟这位巧笑浅息 美眸流盼的少女谈一谈了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这次只是心血来潮 想和你们结一个善缘罢了 阿胡眸子清亮 唇角情笑 有一种少女的妩媚 也有一种圣洁空灵气质 显得很矛盾 却完美地融合在她一个人身上 善缘 对 善缘 阿胡认真点头 这种说法很虚无缥缈 可她似乎对此看得很重 眉宇间罕见地带着一丝装素的味道 哈哈哈哈 你帮助我们 仅仅只是为了一个善缘 老哈就感觉很荒谬 经不住大笑起来 这并不好笑 阿胡淡然道 看着她如此认真的样子 林寻却有些相信了 若有所思道 这个善缘可有些大了 只怕我以后弥偿不了 阿胡微微一笑 英唇鲜红 背齿银白 道 还不了就算了 所谓善缘 既已种下 便足够了 若有花开之时 那自当欣喜 反之 也不必为此而懊悔 说吧 阿胡挥了挥金银的小拳头 笑嘻嘻道 好了 我也该走了 助两位公子一路顺风 期待有朝一日 能够和你们再度重逢 她身影飘逸 树然而去 犹如梦幻的光影 都来不及去阻止 喂 这艘宝传你不要了 林巡连忙叫道 这本就是为你们准备的 还请笑纳 不必客气 远处虚空中 响起阿胡那清脆月耳若天籁般的声音 很快 就消失不见 这妖女 让我们欠下如此大一个人情 一定是图谋甚大 老哈咬牙切齿 而林巡则陷入沉思 半想才轻声说道 看来 我们第一次和她相遇 绝非是巧合 或许 从那时候开始 她就在为我们准备这一份善缘了 不管她是谁 终究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也不管她是什么意图 以后总归有解开谜团的一天 第640章 启程帝国路 追杀少年魔神的十三位生死境亡者中 有六位在藏道海种内遭结 生死不知 另外七位则偶然瞥见一位神秘若主宰般的身影 赫德洛荒而逃 当这一则消息传出去 简直犹如一道风暴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整个南明海域 盘踞于各个区域的族群势力 无波骇然色变 陷入轰动 一天时间 竟有六位老祖籍大人物消失 可能遭结 再回不来 这在以往岁月中都几乎不曾发生过如此恐怖的事情 这太可怕 这也让南明海各族对藏道海种这个名字愈发深刻和忌惮了 视那里为大凶禁区 谈而色变 同时 关于少年魔神的消息 也是伴随着这一场轰动扩散而开 引起无数哗然声 谁都无法想象 这样一个洞天境的人族少年而已 却宛如杀不死般 每一次都能够遭遇滔天杀劫而脱困 简直就像个奇迹 当初在妖圣秘境之外 各族大人物皆虎视眈眈 围困八方 可最终还是被他逃了 而如今 面对十多位生死境亡者的追杀 他又一次逃出生天 反倒是那些生死境亡者死的死 逃的逃 令人瞠目结舌 这一切 都显得太过匪夷所思 也让南明海各族感到颜面无光 羞愤难当 一个人族少年 却大闹南明海 掀起不知多少的风浪 可最终 却无人能留下他 让他安然离去 这一切 也显得他们南明海各族 太过无能了 林璇 不管这一场风波和等轰动和惊事 又引起了多少的哗然和震撼 关于这个名字 彻底被各大族群势力记住了 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一个被誉为魔神的人族少年 曾在南明海留下一段传奇 只是对各族而言 这一段属于少年魔神的传奇 却是一个令他们难堪的耻辱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风范 当得知这个消息时 碧光岛 清元族盘踞之地 清云阳又一次发出如此感慨 也在这一天 他进入族中阻地 开始闭关 识人不是林云木 只待林云使道高 清元老祖双手父辈 眸光湛然 得意洋洋对着身边一众清元族高层大人物说道 你们就等着瞧 我这老地 在大势之争来临时 注定是要大放光彩的 在南明海掀起一场轩然大坡的时候 林云早已操纵着浩宇方舟 和老哈一起朝紫耀帝国返回 那神秘的巫女是谁 她和阿胡又是什么关系 那位眼眶空洞 充满诡异色彩的佛陀 是否也还在这藏道海种内的某个地方 藏道海种归须 腰上秘境 这烟魂海深处 果然存在着太多神秘可怖的色彩 终有一天 我会再回来 暴达尔等所赠的这份恩情 苏 在林云的操纵下 浩宇方舟犹如一抹流光 蒸腾着繁蜜古老的阵图 光则迎灿灿犹如飞雨 在虚空中闪烁前行 速度奇快 这件残缺的古堡 虽速度快得不可思议 但对修者的体力消耗也极其夸张 依照林云目前的修为 最多也只能坚持三个时辰 除此之外 这艘古堡还需要大量的高阶灵精来启动阵图力量 这同样是一种巨额开销 若不是林云在妖圣秘境中收获颇风 光是这种消耗 都能让他感到吃不住 这就是强大古堡的弊端 虽然神妙无比 可消耗同样也惊人之极 一般人根本就无力使用 这些都是旁之末节 只要能安全返回子要帝国 一切的消耗都值得 让林寻真正警惕的是 这一路上存在着太多凶险和天灾 像虚空风暴 时光乱流 可不得雷霆闪电 以及海中分布的凶恶生灵 危险可谓失无处不在 根本不能有一丝的大意 那漂浮海面上 不知多少岁月的古老尸骸 有可能就藏着族 可以灭杀一切的凶险 那诡异缥缈的雾矮中 或许随时会窜出一头族 可以让生死尽亡者 都淡寒的强大生灵 除此 尚有许许多多的诡异族群 有成群结队的运灵 也有残暴嗜血的古怪尸骸 更不乏一些稀奇古怪的生灵 游易在烟魂海的各个区域 这里 简直宛如森罗地狱般 其中之恐怖 足可以让任何修者感到绝望 不敢越雷池一步 纵然是灵寻他们驾驭 浩宇方舟 一路上也都小心翼翼 唯恐招惹到什么危险了 还好 浩宇方舟的闪避能力 及其之妖悍 连生死尽亡者的打击 都能避开 这让灵寻他们倒是 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又一场凶险 灵寻和老蛤交换着操纵浩宇方舟 导也配合默契 没有出现什么差池 一路上 灵寻并未放下修行 只要有空闲 就潜心修炼 揣摩参悟五道奥妙 唐行在烟魂海上的第五天 灵寻悟出结龙九遍第三遍碧暗印 一惊失窄 双手可凝结出一方灿灿古印 缭绕道运 可释放出一头弊暗神兽虚影 可震杀山岳 逆乱乾坤 灵寻在路上拿一群怨灵测验 一印之下 虚空暴碎 六个实力堪比洞天境的怨灵统领 和五十四个相当于临海境修为的怨灵士兵 全部被击粉磨灭一空 唐行烟魂海上的第九天 灵寻他们遭遇偷袭 被一群诡异的蛇形生灵围困 这是他们驾驭浩宇方舟以来 第一次被围困住 原因就在于 那些蛇形生灵树木太多 宛如潮水 铺天盖地 且速度快若鬼魅 令人防不生防 也在这一次被围困中 灵寻于战斗中领悟杰龙九遍 第四遍霸下境 霸下 一种上古神兽 立可扛天 威震四方 而这霸下境一惊施斩 就宛如一尊霸下 从亘古岁月中显现世间 恐怖的力量覆盖之下 可封镜镇压一切生灵 简而言之 这一招 是一种极其神妙霸道的封镜之术 凭借此招 纳如潮水般的蛇形生灵 几乎在瞬间就被禁锢 无法再动弹 失去了他们在速度上的最大优势 最终被灵巡他们轻松脱困 扶摇而去 第十六天 灵巡他们遭遇一场突兀爆发的时空风暴 不得不暂时退避 远远停泊 不敢再贸然前行 足足等待七天之久 这一场时空风暴才消失不见 而在这七天中 灵巡在武道上再有突破 领悟出结龙九遍的第五招酸泥戏 第三十三天 老哈在修行中途获感悟 决定进入无字宝塔第一层闭关 并且告知灵巡 此次闭关 最少一年 多则三年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灵巡只能一个人操纵浩宇方舟 穿梭在那茫茫烟魂海中 他走走停停 一路上历经诸多凶险 也见到了许许多多 不可思议的奇观和诡异景象 这种阅历 让他心境也随之一次次得到牟利 对大道对世界对万物的认知愈发的深刻了 这就是修行 闭门造车 是一种修行路 游历天下 同样也是一种修行路 见识 阅历 经验 感悟 皆会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全新的提升和蜕变 而这种蜕变 看似对修为没有什么实质的提升 可确足可以让修者在大道之路上走得更长远 更广阔 甚至在晋级时 也不必担心出现心境不稳 历练不足 走火入魔的风险 第五十四天 正在操纵浩宇方舟的灵巡眼眸中骤然闪过一抹亮泽 他敏锐察觉到天地间的气息变了 不再像之前那般狂暴和兄弟 也没有了那种诡异和压抑的氛围 就宛如从穷山恶水中 来到了一方山清水秀的世界 距离紫药帝国 应该已经不远了 灵巡长松了口气 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历经将近两个月时间 才从那诡异凶险的烟魂海深处返回 让灵巡也不禁有些感慨 这一次 可真称得上是九死一生 灵巡江浩宇方舟随意漂泊在海面上 就不再理会 任凭其随波而行 而他则懒洋洋躺在那 头枕在双臂上 黑幕悠悠 眺望苍穹 这里天空沾染如洗 旷源广袤 海水碧蓝成澈 一望无际 灿然的阳光洒下 在海水中泛起练艳明媚的光泽 偶尔有成群结队的海鸟掠过 洒下清亮的轻蹄 风景如画 声却盎然 凭借灵巡那强横无匹的感知 早已察觉到这里的海域中 已经不存在能够威胁他的危险 他彻底放松 浑身气息如龙直浮于体内 仅从外表来看 谁也不值得 这个清秀而飘逸的少年 会是那的令南明海各大族群 接头疼而愤怒的少年魔神 此刻的他 俨然就像一个漂泊在海上的旅客 悠闲而惬意 他已经很久没有像现在这般放松了 这种感觉说不出的静谧和舒适 让他心境也变得格外轻盈和空灵 从进入烟魂海 再到如今返回 一路上发生了太多波折和凶险 让灵巡疲于奔命 一直处于紧绷状态中 直至现在 他才有机会享受这难得的一场安静 嗯 只是 让灵巡无语的是 没多久 这一份安静就被一阵突然传来的急促破空声给打破